词曲 李宗盛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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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我们一起念,念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以及开经经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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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土十一论 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翻开讲表 第十一页 这是第五语,我们已经学习到第五语 例如说,俱武方 迎何得生 就是内心有见识佛的一位 纪念行者 他怎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呢 这里面呢,这个智德大师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是因为他智力来讲 还有他力来说明 智力就是他 就是靠自己的界定回的功德 而泄透生死的 另一种是藉由佛菩萨、佛力、法力的加持 而让他泄透生死的 是两种 那这里面呢,上次我们聊到智力 这智力里面就是十一页的 这里面呢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信 还有那个信 很重要 那我们看,我想这样好了 这个四答那边,我想 我们从那个第十一页 倒数第三行 智力者一起念念到 第十二页的第二行一起念 再念一遍 智力者此世界修道 十位得生净土 世故因若今云 始从祭福仿佛 未是相保 不知善乐因之以果 出发不离心 以信为本 出在佛家 一戒为本 受菩萨戒 生生相续 戒恨不缺 今一戒、二戒、三戒 十戒出发信住 如是修行十性 十婆罗蜜等 无量恨厌 相续无间 满一万戒 翻十字 第六正心住 若更正进 至第七不退住 其种信为 此也自立 足未得生净土 上次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智力 上次我们想到这个第二行那边 倒数第二行那边 就说 稍微讲一下 这位智力的行 这位也是一个行者 也是有想要 卸托生死的修行者 他是修持戒定位的功德 在这还在一起 朔博世界修学 这个圣道的法门 比如六四、三十七道平 比如试炼处也是一样 但是呢 十位 切使他因为呢 魏德经 为什么 因为你见施佛没断 就没办法出算戒 就这样 但是一断你见佛 你就可能欺生 决定能断施后了 能够成就欧乱国 那没话说 那魏德就说意思是他没有办法超越三戒之故 是这样 所以殷肉经呢 就不算殷肉经 殷肉本内经就是说 刚开始他就讲智力来讲 这个修持这个戒定位的一个行者 这个修武奉 虽然 修武的内心 修足了这个贪嗔痴慢疑 不正见得 就翻误 他虽然呢 就是说 没有 就是对这个三宝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 对这个柱子三宝 还有什么 一心三宝 他没有认知到 所以 南美会造作什么 造作恶业 不知善乐 所以因为他不是三宝 这个三宝的功德 这个三宝就是要 我们要常常念感恩 三宝的功德很重要 这个三宝功德就是说 今天我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今天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顺利的时候 或许你 或许你 在修行上 或在事业上 很顺利的话 你要感恩三宝的加持都这样 内心这样 等于说三宝的加持 同样你就是这样 感恩三宝的恩德 他因为他这种 像你这个修武房屋 就是说他因为没有学佛 就是说你就是对这个三宝 这个助三宝 还有什么 离体三宝 三宝 没有认识清楚 所以 自然而然对这个 就是不知善乐 因之以果 就是说 就是完全随时自己的 烦恼习气 的造作 就这样 因为你不知 所以南美会造作 你造作恶业 南美的 因为你这个就是说你对三宝 没有信心的时候 对这个佛化身上 那是清静的境界 所以而且又不知道 南美会造作 不知善乐 因之以果 就是这样 因果法则 所以这里面是讲修武房 是因为他这样 那这段话是这样讲 接着我们看一下 就说那个 哪里啊 那 出发菩提心就是说 那这里面是因为 一个 刚才讲到是说 你如果说 需要修学佛法 你如果对三宝不清楚的话 荣也造作恶业 是这样 那接着下面是 因为他学佛了 一个学佛的一个行者 他开始这样 他发觉菩提心是这种 卑至酸印的菩提心的时候 他就想想修 修学菩萨道 不但自立也要立他 因为行者 他以性为本 上次我们讲了很多 什么性 就是说对这个实德能 生能要义 心境为性 对这不幸 要求善念而为一用 这要稍微记起来 为什么 对心的人不要 因为呢 我们知道佛法大法 性为能路 确实确实要性很重要 而且呢 佛安静也讲一句一方 性为道元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上根 道元什么叫道元功德母 道元功德成就佛道的根源就是信心 功德的母亲 功德母 你要成就一切功德 也是靠这个信心来的 那上次我们讲到什么 心境为性 对不对 心境为性 你看那个 副表8 上次副表8 第2页 第3页 我再稍微讲一下好了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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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 再讲一下 第4页 副表8 第4页 第2 前两 我一起念一下好了 这两个再念一遍好了 第4页 � 一年所生法 魅力道地 你要清除 這個就這樣 那唯士怎麼叫 就一塌祭 一個是雜染的一塌祭 就是雜染的一年所生法 清淨的一塌祭 就是清淨的一年所生法 四聖瓦戒 一個是六王瓦戒 一年果報 清清楚楚 十四十里 就十四 換句話說 十四就是什麼 十法界的一報正報 簡單講就這樣 那什麼叫十里呢 就所謂 一年信空 乃至呢 一年信空的真地理 乃至呢 中道定義立理 就是這個十里的意思 那不然你要升級這樣 聖要不斷的思惠懷疑 才能成就那個聖人 那種聖節的一種聖節的一種力量 對不對 你才要這樣 好要那種德 三寶的功德 好要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 能夠修學 不斷世界上法 而且修學什麼 出世界上法 是這樣來的 所以自信清淨是這樣 他本身 他因為他信心 自信清淨怎麼 自信清淨 就是說他那個體性很清淨 為什麼呢 清淨 我三個也講過 我說這個信心就像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 就是 那個魔療寶珠 就像那個 他就像錄 就是這個 心散亂的時候 他那個 比如說這個水池很髒亂 他錄一池的水 它變得乾淨了 錄一漲水就水都乾淨了 就是有那個作用 作用力 那為成心相應心平 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來拜佛 慈戒 來自布施的心 成相應心 相應心就是說 我今天是以 這類信心來布施慈戒念佛 就是說 你布施的心的親近 慈戒的心的親近 念佛心的親近就這樣 是這個信心很重要 就是讓你 讓你信心 像這個意思 說心靜為信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講到這就好了 那這裡面就講到 在這裡面就以信為本 雖然以信心為根本 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以基為作 修學上佛 修學 他以信為本 這個確實很重要 這個不論 智力也好 他力也都要以信心為本 也是很重要 是這樣 上次我們講的很多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 住在佛家 他住在佛家 就是什麼佛家 就住在三寶家 內心人說什麼 一體三寶 還有什麼 住三寶 按住在這裡面 怎麼講呢 我們說一體三寶 一體三寶 佛什麼是佛寶 人 覺悟的自費 就叫佛寶 什麼是佛寶 所覺悟的理 就佛寶 什麼是聖寶 人 覺悟的自費 和所覺悟的理 能夠合而在聖寶 我們要知道 今天我們 平常說 我們知道 你住在佛教 內心能按住在 三寶的境界裡面 佛家就三寶的境界裡面 其實我們每天拜佛 就這樣 我拜完佛 善自歸對不對 自歸佛 自歸法 自歸生 其實歸佛就歸到我們 本有的智慧 人覺悟的智慧 就是根本智 後的智就這樣 本有智慧 歸佛是歸到 是歸於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所謂的 因為根本智對的是真地理 那 方便智對的是俗地理 是這樣 就是這個理 那什麼是聖寶 就是 理是何耳那年行 叫聖寶 那重點在 他就簡單講 就是說 今天我們講 一般來講 歸於什麼 佛寶就是什麼 良心 佛寶就是 就是所謂的天理 那聖寶就是 天理 智慧 那個就是良心 天理 那個何耳那年行 就是聖寶意思 所以常常要 內心要常思維法義 我今天我們善自歸 自歸佛 當恩眾生 鐵道 法府上 應該關上 能結有的智慧 就是什麼 根本智 獲得是 本有的智慧 就常常是安住在天 天天安住這樣 當然提醒自己 安住在良心天理 也是這個意思 祝福三寶就是 要常常安住在這個 內心要安住在三寶境界 就一體三寶 那祝福三寶是說我們呢 祝福三寶是四項上的 是這樣 四項上 四項三寶 就是你安住在三寶的境界裡面 第三個要怎樣呢 以藉為本 這個出發性的一個行者 以藉為本這個很重要 這藉是什麼意思呢 藉有什麼作用 防非子惡的作用 防非子惡 戒啊 要了解到 而且藉為本 根本 我們要了解到 一個重點哪裡呢 這個戒法 五戒好了 八戒 十戒 乃至呢 這個 比丘戒 比丘戒 菩薩戒 都是誰制定 知道嗎 只有佛陀才能制定 菩薩沒辦法 就只有佛陀才能制定戒法 這個不可思議 這個最重要 以藉為本 這個戒法 很重要 這個戒 以藉為本 根本 其實啊 不論自立的行者也好 他立的行者也好 都是以藉為本 這藉就是我們的根本 就是根本 就是我們基礎 這個 佛陀也在這個人引經講到 他怎麼講的說 在人引經講到說 射心為戒 因戒生定 因定報廢 賜者名為尚無落水 就是戒 射心為戒 什麼叫射心為戒 射心為戒 是因為你有這個戒 為戒 這個意思 射心為戒 為什麼能夠射心 因為有什麼 受持戒法之故 才能夠射心 是這樣 所以你這個射心的時候就容易 和定相 因 射心為戒 因戒生定 是這樣來的 因定發肥 那我沒有了解到 這為什麼呢 因為戒法能夠 返回子二 這裡面 這個受持 這個這樣裡面 返回子二的意思 就是說 讓我 這五根 這自然而然 當然有戒法的受持這個受持 你這五根 嚴耳鼻舌生 就不容易 攀你五神禁戒 就所謂儒家所常講的一句話說 那種那個什麼 就是孔子講的 就是說 就是那個 木 就是說 就是那種意思 什麼 因 因 口 因 口 就是那個 言 眼 眼睛 不知道那個什麼 對 好像對那個什麼 那段話是怎樣 就是說 言問人 言言問人 言言問口子什麼是人 佛羅說 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什麼 言言言問到這個 有一段那段話 然後佛羅說就問 那個吧 那個言言問到什麼是條目 就是說 那種 那個什麼 那個問記 那個問記 他講到那段話是怎樣 就 那段話 我臨寫等一下我再說 這大概是那個意思 這個以戒 就是說 那是那個 那個 那種什麼 一說 林寺 林寺剛好想 忘記了 就在倫理 這倫理裡面 就一段話 是啊 就是說 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以這個戒法 為本 就很重要 這戒理很重要 就這樣 就防灰職樂的功能 是 五根 但是重點那裡 還要有 你受持戒法 還要有智慧 這智慧 當然這個戒定慧 有慧 有慧才能夠受好 把戒受得好 我一大師講過 這個 都不免念出慧 塗送目插邊 什麼不免 就是你還要修持那個 念出慧 要修持 試煉出慧 才能夠把戒 有戒法修持好的 是 是這樣 那這裡面 你今天受持戒法 無我的智慧 很重要 雖然你受持戒法 是 能受持的心 還有手持的戒法 但是那些心 還有什麼 無我的智慧 所以才能夠把這個戒法 修得好 是這樣 這個戒法 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 請大家看一下 看那個 那個上戒錶 第三頁 戒錶 第三頁 這個戒法裡面 我們看一下 看這個 這個 就是說 為什麼戒很重要 你看看 佛四十二章經 這邊 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佛言 佛子離五 數千里 意念無戒 必得道國 再無左右 雖常見五 不順無戒 終不得道 這四十二章經 就是第三十七章 念戒盡道 就佛陀 這段話是說 佛陀在於 你看你內心的 內心 有沒有修持 不在外表 不在外在的 外在的 外在的形象 知道嗎 就是說你不能說 重點在你內心 有沒有 內心有沒有在 受死戒法 是這樣 很重點 那裡 佛陀說 佛子就是 這位 佛子 就是類似我們 修學佛法的 四中弟子們 雖然 和我 記禮的數千里 但是 如果能夠 意念 意念 時時刻刻 能夠 念 受死戒法 的話 意念無戒 就是時時刻刻 意念就是時刻刻 很省 很省思量 思維佛羅的 借法的話 必得成就聖道的是這樣 如果 雖然你在我旁邊而已 就在我左右 就附近而已 雖然常常見到我 但是 你沒有隨身這個 就是裡面 沒有隨身這個 戒法的話 不隨身戒法的話 終究沒辦法 成就聖道 是這樣 這裡面 我想講個 兩個 講個故事一下 大概有故事要聽過 這也是根據那個 偶義大師 他也在裡面講到 偶義大師 四三三集講的 說在 印度 這個佛羅之國 就兩位比丘 他就是 因為佛陀那時候 剃度很多 剃度很多人 剃度了很多比丘 剛好在說 他可能要到 這兩位比丘來想要去見見佛陀 可能有幾天的路程 他沒講多久 這兩位 因為要 倉路巴塞 印度也是很大的 都是要走路去 那說 就說 路上 但是走倉路巴塞這樣 可能水 那個水帶不夠 所以兩個 兩個比丘很口渴 這兩個比丘很口渴 但是 眾人講到 有個水 有個水的地方了 可是 一看 這水裡面有 有蟲 那 這個 有一位 比丘 這個就比較嚴謹 比較嚴謹 慈界嚴謹的比丘說 哇這個水有蟲 那是我們喝了 喝到肚子裡面 這個蟲就會死掉 那也講說 佛說不能喝有蟲的水 但是問題是這兩個比丘 剛好沒有帶什麼 沒有帶那個 那個濾水狼 濾水的狼 這個濾水 如果把那個 把水 把那些蟲濾過了 再倒到那個旁邊 水邊 再喝吧 那個沒有蟲的水就可以 但是沒有帶濾水狼的話 就沒辦法 所以這時候 沒有帶濾水狼的話 所以這個 這個堅持戒力的 堅持持戒的 這個比丘說 就不想喝這個 有蟲的水了 那另外一比丘 另外一比丘比較 就是說 他說我今天 我們今天 長途八色 目的是 為了見佛 如果不喝了 就渴死掉了 怎麼都見佛呢 對不對 所以 不喝就不能見佛了 達到見佛的目的 所以 會咳死掉 所以 這位 這位 比丘就指張 要先喝水 雖然喝 就喝 雖然他就喝了有蟲的水 就趕入了 但是 那位 持戒嚴謹的比丘 你念死也不會 你念咳死也不會 你念咳死也不會 所以 他念佛的戒力為根本 就這樣 所以他不會喝水 所以 就是 就是這樣 咳死掉了 咳死掉了 所以這樣 你知道他往生哪裡 某一張課在往生哪裡 道立天 成為天人 這天人呢 他知道 就像我們講 他的三件事 第一 也乃是 他過去生是一個比丘 然後知道 是因為 為什麼 就是他這個天上 是因為 受死戒法之故 因為可而死掉 受死這個戒法 成了天人的 道立天人天人 這時候呢 感人的心這樣 去見什麼 佛陀 馬上去見佛陀 晚上見到佛陀 然後這個佛陀 又為他說 成就什麼 出國的聖人 然後佛陀就叫他 暫時等下 因為隔天那個誰 那位有一位比丘 就會見他了 所以那個喝水的比丘 就有力量 他就到 因為喝完水 就沒有不口渴 就有力量 就奔波趕路 就終於等到見到佛陀了 但是 他見到四孫的時候 佛陀都不理他 這時候呢 趕緊又要向佛陀 頂禮問訓 所以佛陀的四孫還是不踩他 最後呢 再歸來地下 表明他的意思 所以我 我跟一個比丘 我們路上會長途跋涉 有一個我同山道友 又渴死掉了 然後我是因為 這樣來 就是要講他一些 他們長途跋涉的事情 我這樣 這樣來見四孫 佛陀你怎麼 都不理 怎麼不理差我 不理差我 就是這樣 就講那些的 宿古的一些百分之代意識 佛陀說 你不喝有蟲和水 不喝有蟲和水才是持戒 你今天啊 你今天喝了蟲和水 破了戒 怎麼來見我 就是說雖然是見到佛 了解到佛是在心裡 這個你佛是在心裡 你要持戒 才能夠見到佛 不是外表上表象是見到佛的 但是呢 你就破了戒了 你根本沒有見到那個真實的佛 是這樣 有這個意思 那這時候你看 這時候佛陀說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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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比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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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水 不喝有蟲的水 所以他持戒 雖然 現在就是說 你要了解到 說你看 後面就是指 剛才那位 已經因為咳死掉 你口渴之故啊 他沒有喝有蟲的水 咳死 而往生到天界 而成為什麼 然後因為佛的說法 而成為出國生 佛的後面 就看 就在後面 就指佛的生佛 那位持戒比丘 雖然咳死了 但是呢 他的神力 神事 神事啊 讓他見到佛了 是這樣 那他的利益 他的佛 因為他那個 因為成就 這個 天人國報 而且讓他 馬上見到佛了 是這樣 這段話是這樣 佛陀就是說 我們就是 這段話就是說 也是說 要我們呢 怎樣呢 這兩個故事中 要相信 心力不可思議 心力不可思議 戒持戒不可思議 就這樣 要相信戒 尊重戒利 心力不可思議 因為你看 這位比丘 因為呢 他沒有喝有蟲的水 他對佛陀的戒法很尊重 所以讓他呢 往生到天界 然後又 天界的時候 天人的時候 又馬上 來見到佛羅的時候 佛羅馬上為他開示 是他 就算讓他怎樣 快速成就成 出國的聖人 是這樣 就能夠馬上見到佛羅 是這樣 心力不可思議 就這樣 那就是說這裡面 這動點 就是那個 就是寧可 犧牲生命 為了戒法 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 是這樣 也不會違反 佛羅的戒利 是這樣 最重要典故 所以他是先見到佛 是這樣 先見到佛 而且你那個 你也沒有喝水 你就是說 大概這個意思 就是 那你喝水的比丘 佛羅你破了戒了 佛羅就喝死他 而且呢 也沒有見到什麼 也沒有什麼 成就勝到 因為你破了戒的時候 就瞎吃了 這樣就瞎吃了 所以你沒辦法 你定費功能 就這樣 有瞎吃的時候 佛羅為他說完 沒辦法 成就勝到 是這樣 也是有這個意思 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大寶基金 這段話再看一下 這個大寶基金 這兩行再一起唸 若有眾生 盡我設身 而不復其戒 有何所得 如提博達多 所以於我 猶若地益 所以於我 這裡面是講 就是說 你說 雖然 眾生 見我身 就是可能一些 信佛的弟子們 雖然見到我 這個三色相 大隨性 但是你 不過 沒有受死戒法的話 對你的戒恨 其實戒有什麼 戒法 戒體 戒相 是這樣 戒相 這樣 那你不會 你不會 維護你這個 戒體或是戒相 這樣 那個表現 那來 有何所得 你縱然 你也是沒有 縱然見到佛道 也沒有什麼成就 是這樣 是這樣 像提博達多 佛羅就只提博達多 雖然意到我 還多到地 就是佛 因為提博達多 跟佛罪對 是這樣 所以雖然 就沒有復其戒法 是這樣 不受死 因為他也是 也有這個意思 提博達多 是常常跟 因為犯了無意罪 是這樣 所以他到了 是這個意思 接著我們看 下面這一段佛語教經 這兩個在一起唸 儒等比丘 以我媚厚 當尊重 真盡 波羅迪牧叉 如玩意名 平衡得飽 當知 持者是儒等大師 若我住世 無意辭也 這裡面也是講儒等比丘 這個儒等比丘 是說 這比丘 因為比丘 是世衆之手 世衆之手 其實這儒等比丘 是意思 各位比丘 比丘 優婆是優婆矣 以我媚度厚 就是佛朵媚度厚 應當尊重 真盡 這個尊重 尊重 這個 什麼波羅迪牧 戒利 波羅迪牧 就是戒利 就是保卸托 或者中文就是保卸托 保正盡卸 就是說你能夠 受死戒法的話 能夠因戒生定 因定發肺 絕對能夠削弱生死 是這樣 而且你看 這戒法裡面有叫 那個 那個定共戒 還是道共戒 那個戒法能夠慢慢的 他這個戒法是這樣 他戒法 就是一種類似 就是一種類似 那個就是一種法生的一樣 為什麼 這佛陀雖然內盤的話 但是呢 戒法是不思慕的 是這樣 就像那個正如一樣 有那個意思 所以會講 羅一敏 他能夠 暗就是代表 無敏的煩惱 就像一道冠冕一樣 所以你如果能夠對這個 你要了解他 尊重正盡一世紀之後 我對這個戒法是怎樣 很謹慎的 沒有傲慢的 就是類似 就是念之在之一樣 就是那個受死他 對這個戒法 就像法生父母一樣 就是你對他很尊重 就是讓你 我對這個戒法 就像法生一樣 這時候你能夠受死他的時候 就像盧愛米 就讓我能夠 在無敏的害遇到什麼 光敏的自費一樣 遇到光敏 就翻了黑暗 就遇到光敏的自費一樣 那平忍得寶 就能夠讓我呢 平忍得寶 這個偶遇到是 就讓你增長善根 平就是類似沒有善根的人 那寶就是類似 你得寶就得到那個 無量的善根的意思 就是說能夠你漸漸的 慢慢增長信心 靜靈心 無貪無稱無失音 是常規心 就是這個意思 得寶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這樣 本來是無善根的 變成有善根的是這樣 所以戒力是有一種 它是一種 也是正善言 是這樣 這個我一道是這樣 那個是有這個意思 乳患抑敏是能夠 慢慢破除煩惱 那平忍得寶是能夠 慢慢增長無量的善根 當之 就是佛徒又告知我們 佛御教徒就是佛徒的遺囑 當之 這個戒法是辭者是 這個波羅蒂夫撒是你們的 這位師宗弟子們的大師 為什麼這樣講呢 等一下要講 若我住世 就像我住世 就像我住世 無一之也 就等於我住世一樣 為什麼呢 佛徒在世了 佛徒在世了 是以佛為師 那佛陀媚度算 以戒為師 這個意思 因為戒代表 佛徒法身一樣 是這樣 以戒為師就是這樣 當時的盧大師就是 因為呢 我們講 戒法它 因為金魯也講到 這個講到有 五文法身 這個就是說 戒定慧 卸佛 卸佛之進 然後講到這個戒法 就是 能夠能夠 也是一種法身 代表一種法身佛陀法身一樣 所謂佛陀媚度 我說以戒為師 也是這個意思 我想到了 剛才戒法 這個儒家怎麼講呢 我還在講這 這時候 又言言誤人 那個一句話 就是什麼 非禮悟是 非禮悟聽 非禮悟言 非禮悟動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那戒法 俗教也是這樣 也是同樣的戒法 就是說你在言行依止 就是你在 種種一切 要何物理解 我們非禮悟是都這樣 你就要何物理解 也是戒法 那為什麼講這段話呢 因為其實那段 前面的一段話 就是佛 這個言言問空子的話 就是說你 什麼什麼人 就是你灯愛 也是 前面有一段話 就是說 然後佛陀在問他 非禮悟事 非禮悟言 非禮悟聽 非禮悟動 慢慢去 慢慢 然後就是這樣 也是要從戒法下公務 因為前面那段話是怎樣 有一句話 說什麼要忍呢 這個倫理的一段話 那也是跟我們戒法一樣是這樣 那這裡面我再講一個 再講一個非常戒法很重要 我再講一個故事 這個三規五戒的功德 我先講一下故事 也是佛陀世代的故事 就佛陀世代有衛章者 他生了兩個女人 三個女兒 就女兒 一個女兒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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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什麼 成了歐羅漢 就是羅漢女 不簡單 一個女兒出家了 但是另外女兒這樣 協之協見 毀磅三寶 就是不信佛法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善根 這時候他父親長者 是前者佛教 他就想到 我怎麼要來度放他的女兒 這位不幸福的女兒 他就這樣 好吧 他知道他女兒很喜歡錢 他說 你如果歸於三寶的話 我就給你 大概給你多少錢 金錢金幣給他多少錢 乃至受五戒的話 更多八再給五倍的錢給你 這時候這個女兒 受了三規也受了五戒了 受五戒後 這個怎麼樣 也是經過一段時間 這個沒有信佛女兒 沒有信佛 但是他命中生到天上了 生到天上 我們了解 剛才講過 這個生跳到天上 人就會這樣 我說過期是什麼 過期是什麼 為什麼能生到天上 結果過期三世 原來是一個女人 在人道女人 那為什麼生到天上 因為受此計法之故 而成為天人 而成為天人 他生到天上 所以天人這時候 然後呢 哇 感覺佛陀這個借法 又馬上為了 就到 你到這個世衛狗去見 見這個釋迦摩尼佛 佛陀也是同樣 為他說法 成就出國聖人 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是這個 佛陀就是 而受此三歸五戒 而受此三歸五戒的 然後又這個陰眼 三歸五戒 受此五戒之後 又生到天上 今天又回到我 來到這個奇幻金社 經我的說法 又成就什麼 出國聖人是這樣 是有緣故 所以誡法是不可思議的 是這樣 那裡面還有一個故事 就這樣 這個可能出自那個 那個大智論 好像大智論的故事 他就這樣 我說 有位天理啊 前身啊 也是受此八關在戒 而這生到天上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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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丸 因為戒法 可能他那個 那個戒恨 他的戒相 那可能是比較 讓他顯現那個 更專丸的福報力 他這個天是天理 我說他的官民相 他的專項 也超過其他天理 是這樣 那這時候 這個司體王就 就是問他 就問他說 他就問說 他前身是 為什麼能夠生他 因爲是誰 在佳瑟佛時代 受死八關在戒之故 是這樣 是這樣 然後這位 這位 受死八關在戒的這個天理啊 就是來 在佳瑟佛時代 那時候 也是這樣 在今天 又在釋迦魔理面前 帶著種種的供養來供養 釋迦摩尼佛 佛陀也是為這位天理說法 這位天理是成就什麼 出國的聖人是這樣 然後這時候 大家 這個眾比丘問佛陀 對這個成就 出國的聖人 出國的天理很好奇 說 這位天理是 過激生是修食什麼上法 能夠生到天氣 又能夠成就出國聖人 佛陀開始說 過激生 因為他過激生 也是在家社會面前 受死八關在戒之故 而生到天上的 一界天的 然後因為這個 又因為 這個 又今天 那個一年殊聖 我在這裡面 又 帶種公養來到這個金色的時候 佛陀為他說法 成就什麼 出國聖人 是這樣 我想這個戒法是很重要 戒法是一種 成就聖道真上也是這樣 好 就這樣 這講戒法的重要性 大家講到這樣就好了 那這裡面 戒法 他這個戒法就是我們 是 就是我用 他容易 生天是這樣 容易生到天上 但是呢 今天我們要以 無我的智慧 因為你就能夠把這個 雖然是有違法 就變成無違法 是這樣很重要 是這樣 要智慧去 修學上法很重要 那這裡面 我們再回到講表 把這以戒為本 這個也是這樣 以戒為本 防衛職的戒法 為根本 是我們 其實也是 以戒為本 不只都自立 在我們修學這個 敬業法 我們是戒法 還是很重要 是基礎 是這樣 就像那個誰啊 那個 測戮大師開斯巴雅裡面講 第四項 以堅持持動戒法 為入道根本 就是這樣 堅持持動戒法 有什麼持動戒法 不殺身 不脫道 不放隱 就這樣 為入道 為修學這個 淨火門的根本 是這個意思 那接著呢 因為這約智力在講 受菩薩戒 深深相訓 就是說 他這裡面 一旦 因為什麼叫菩薩戒 一定要發菩提心 因為這位行者 他本身有 悲之雙音的菩提心 所以他自然會說 受菩薩戒 發菩提心 所以他在菩提心 而且那個 一旦受戒後 是 深深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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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成佛 是這樣 深深深世世 他用這個 發菩提心 他是 不只說 像聖文戒 就是比丘戒那些 比丘尼戒那些 進行說而已 那這個 菩薩戒是 近未來祭的 近未來祭他戒也是 近未來祭的 從生至生 一直到成佛 菩薩戒 深深向去的 而且他這種戒恨 這個戒恨就是說 他能夠 射受 深口義三頁 不犯 就讓戒恨不缺 就沒有犯 戒恨不缺 就是不會 我們剛才講到 戒法 戒體 戒相戒恨 就是這樣 戒法四種 戒恨就是要羞恥 他深口義三頁 就是能夠 不會造作惡業 就是這樣 射受他深口義三頁 不造作惡業 意思是善行不好 戒恨不缺 是這樣 然後經過一節、兩節、三節 十字初發進柱 是這樣 這初發進柱就斷了什麼 見負了 斷了見負 發進柱就斷了見負 就別叫 這不簡單 經過一節、兩節 那斷了見負 不簡單了 別叫見負 這才斜頭生死了 已經算是斜頭了 只是說還沒成就淨土而已 請大家看一下 如是 像這樣的話 他到佛信師從何 十信、十柱未 如是修行十信、十波內等、無量恨宴 什麼十信呢 什麼十信呢 什麼十信就是等一下我們解釋 十波內等、無量恨宴 相西無間、滿一萬節、凡十字、第六、正信柱 那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如是修行十信 這個十信位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這如是是從 指那個他 過其身、無量節 這是三節、花心柱 斷見負 是別叫見負 那這裡面修行什麼十信呢 看一下我們看那個 副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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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幾頁 第五頁 副表八第五頁 看一下 第五頁 先看我們看花心柱 別叫花心柱 別叫出花心柱 別叫出花心柱 什麼叫出花心柱 這兩行 前面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信心成滿 管求智慧 創八大心 斷三戒見負 以通教見地 其道第七 不退地 斷三戒 事後 這花心柱是怎樣 從 他已經成就十信 從 十信位 從十信位 然後再來 出柱位 是這樣來的 是這樣 是這樣了解 他信心成本 就是他十信位 十信的信心成本 就是十信位 十信也滿了 然後 管求智慧 這管什麼智慧 就是 根本智 後的智 因為他本身一種 花心的菩薩 智慧 創花大心 開始發生大心 這個利 就是 背一字雙印的大心 普利心 背一字雙印的心 創求創花的心 然後斷了什麼 三戒的見負 這三戒的見負 不簡單 見負 什麼叫見負 所謂身見 身見 邊見 邪見 戒見 戒起見 進戒起見 那個見負 和通教的見地相起是這樣 那到第七不對地 斷了三戒師父 是這樣 先那個了解 等一下不對地就是斷了三戒師父 就成就歐朗 類似歐朗 歐朗的果味相似是這樣 那這裡我們看 什麼實性呢 這裡面實性位要稍微聊一講 什麼實性呢 這兩個 這兩個一起唸一下好了 實性位這兩個一起唸 一信心 二敬心 三念心 四定心 五廢心 六不退心 七戒心 八賦心 九怨心 十肥相心 這個就是你剛剛一個自立行者 自立意的修實 戒定為功德 這裡面就是說 他這個十個 有時候那個名稱者 在譬如說 陰諾經又不一樣 他有時候那個 這是根據 人丸波羅經裡面出來的 是這樣 那個信心 第一個信心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 以死的人 聖人要義 行進為行 那個意思 信心就是這個意思 對這個 對這個 因念所生法 他內心有這種 深深的聖節力 也是這樣 就是對因念所生法 是聖節力 所以這哪要來 有精進心的 這個精進 就是說能夠對中國上法 進而不掌 進而不對 這個念心 裡面是怎麼要念心的 就一般講說 六念法 念佛法身 還有念布施 戒 第一天 這個有一個人解釋 然後這個念法 我覺得要怎麼解釋 這根據我 我記得要念這個念心 我根據蔡公司的解釋 怎麼念 就實際上是 我們說 曲絕之 七菩提分 就是 聖息道品裡面的一個 七絕之 就是七菩提分 怎麼講 那裡面有 念 折法精進席 除捨定 怎麼講 這個念心應該是這樣 你做佛法身三保 那其實我信心就有了 師介天 那我覺得要參考一下 因為每個人 主師有時候解釋不一樣 我覺得念要怎樣 就是一種觀照 你觀照 比如說我今天修學佛法的時候 有時候分層多 就是要怎樣 分層多的話 擇法 第一說 為什麼擇法 選擇你修學的方法 比如說 我分層多的話 就不要什麼 不要靜坐了 要講一下 拜佛 這擇法就是意思 或是繞繞佛 也就是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 你分層對不對 也不能誦經對不對 你不能站著誦經 剛剛去拜拜佛一下 繞繞佛 或怎樣 讓你心 不要分層的那種方法 就擇法很重要 拜佛 用拜佛 落佛來 調適我們真的一心 不要讓分層下去 這很重要 就練一次就意思了 然後 靜靜 我選這個話 我靜好 不如我 趕快去拜佛 而且要用那個靜靜 不斷的拜佛 求佛力加持 是這樣 得到法 滑喜 責法靜靜 對自分層的力量 其實我們知道 除了分層還有散亂 要散亂怎樣 除舍定 除啊 除舍定 就是心不要被靜靜 除就是內心不要被外界所迷惑住 知道嗎 眼前的靜靜就是業力所感的靜靜 是唯心所迷惑 這時候我們要把念心不夠攀念 這六成境界 是這樣 舍呢 內心呢 要知道 舍就是你要知道 過期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慢慢調適一下 就這樣 然後定就是 因為要除靜 舍心之故 這樣呢 能夠安住在佛號上是這樣 所以唸了是這個作用 我覺得 一個是分層 一個是分層 一個是散亂 用這個念心來這樣講 如果唸佛法身 師借天 唸佛法 就唸佛法 就唸佛法 就參考一下就好了 你唸佛法 你唸佛法 就是那種 折法經練習 除舍力 用念 作用慣照力 比較有修舍的作用 就是這樣 那定性是因為 這個實際定性是因為 內心有 身體會有定性呢 就念念什麼 念念不堪 不升起虛妄分別心之故 因為今天你從這個學學法 這個不簡單 修舍到第四 就是第五 第四的定性 就是心第四 念念不升起虛妄分別心 那肺心呢 就是能夠內心的 因為 波羅的智慧 什麼波羅的智慧 什麼波羅的智慧 無我的智慧念念現前 是這樣 心法者也能夠和那個 無我的智慧念念現前是這樣 就所謂無我相 無人相 無中相 無受相 那不對或不退心 什麼意思呢 念念就是我修舍這個定費的功德 是念念不退的 是這樣 這就是念自在自的意思 也就是這樣 那戒心 這個戒心 這個戒就是說 念念跟什麼 我修舍這個定費 我還是要記得 我今天 我是一個修學五戒的人 常常念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影 不妄影 所以那個意思 還是我修持這個包含戒也是一樣 要知道修持戒法 那個戒法 會理誤師對不對 會理誤聽 會理誤言誤動 重點還是念心 因為為什麼這麼念心很重要 這個偶遺大師 不是偶遺大師 這個博文教練怎麼講 那個出根者 心為其主 心為其主 因為生活的造作 要靠心去推動 所以今天有時候五根會講 就是你念心還是很重要 這個心為其主 這個心就是造作業力的主人 心為其主 所以好好的佛陀也是 告訴我們 事用地什麼要怎樣 好好的業術正內心 這個戒心不是說 不是讓我這個五根 而且要讓我們這個內心 第六四 不要隨身第七四 這個不簡單 這戒心還有有含義 就是讓我第六四 不派你六神進戒 那你這個要不斷訓取佛法 一定這樣的 因為戒心也是要不斷的 趁去觀照波羅之來 也是這樣 那第八四 就是負法的心 負法的心 負什麼 法性 那我這個念念跟什麼 和法相應 就念心 這個念心有這個意思 負法的心 和佛法相應是 就和什麼 和這個定位功德 能夠念念 和佛法和法 這個法定位功德相應 是這樣的 第九 是怨心 怨心 怨心是為什麼重要 你今天好 你今天精進好了 對不對 就是怨心就是你 就類似四鴻四鴻來講好了 就是這樣 就要常常體力 我今天會怎麼樣 怨心 怨心很重要 我們說怨心很重要 就像我們一樣 天天要發怨 就對 就算我們要 一心歸變極樂世界 歐彌陀佛 因為你盡觀照 我吃瘦 同樣是這樣 這個怨心要常常熏許佛法 你這個怨意才能慢慢提起來是這樣 要不斷的發怨 是這樣 那即使發怨的話 是增長我們 增長我們那個善根的種子 是這樣 就這樣你要不斷的發怨 就是這樣 那肥象心就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我以前講 普皆肥象 就常常要 有一種肥智象他 肥因象果 肥智象的意思 肥智象他就是把自己的功德 肥象九法之眾生 雖然這個行者 還是防護眾生 還是沒有成就生到的人 但是有廣大普遞心 肥象就是 其實肥象有種普遞心的意思 肥智象他 肥智象 把自己的學生學 肥象給九法之眾生 還有肥因象果 把自己因地的羞恥 回向無上菩提 不但自己成就無上菩提 也令 令九絕華之眾成就無上菩提 最後是回肥降理 什麼叫回肥降理 要念念什麼 無我的智慧相迎之故 也是要回肥降理 我今天所修學的 不是為了自己 不是為了 現世可樂不保 不是為了什麼 未來可樂不保 是這樣 就是內心有無我的智慧是這樣 大家這個講 就實性了 所以這位 我們講 這初化信柱 成就聖道不簡單 他得到這個 劍道斷的劍後是初化信柱 你如果實性位經過對不對 下一個就 就初化信柱了 初駐為菩薩了 就是成就那個 劍道位了是這樣 劍道斷劍後是這樣 這是把實住實性講過 那這叫實波利 實波利 這用幾行 這六行一起練 這六行一起練一下 一、思、二、戒、三、人、四、敬、五、定、六、廢、七、方便、八、願、九、立、十、至、 若收六度 六色 後四 若開十度 第六為色 五分別一次 後四皆 後得自色 又後四度 住前六度 令得也滿 方便住前三度 願住近 立住長 自住多樂也 泛淫波羅蜜 此音彼岸 即道彼岸也 彼岸有二 一者行十度 究竟名道彼岸 二者生死為此案 煩惱為中牛 涅槃為彼岸 行此十度 得菩提 涅槃二 轉英國 名為彼岸 好 就這樣好了 像這裡面 我就不必再解釋了 我看倒數第四行 方便 就看黑色的字 就說 先看 我對不起 先看第二行 倒數第四 倒數 第五行 漏開十度 第六是五分明治 第六就是 波羅 就是波羅 無分明治 根本治的意思 根本治 無分明就是根本治的意思 根本治就是那種 他觀照什麼 我空 法空的正路理 就根本治 無分明就是根本治 後世就是後路治 什麼後路治 就所謂的 群久後面的智慧 霍羅治就是 譬如說 觀世經法三十二印 釋迦摩尼佛勒千百億化身 就是霍羅治的意思 就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面 我們就大概解釋一下 黑色的就 他這裡面就翻遍 什麼翻遍呢 翻遍就是善巧 他能夠不但在 他在這個 基自己在這個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智慧之良 能夠智力上 而且能夠讓一些眾生 成就什麼 圓滿能夠 符合智慧之良 智慧之良 是這個 善巧翻遍的 智慧之良 然後怨 這個怨 我們講 怨會不會能夠注意精進 因為怨力的推求 他也會不斷精進 所以怨力很重要 怨力就是大怨 就像四宏四宴一樣 對不對 像地震不上 地震不上 師不上佛 就是要那個怨力 能夠把他推倒 那一種真上眼 讓他精進 不斷精進 是這樣來講 有一種那個 怨力也是很重要 那個力 這個力就是什麼 思維力 思維力 修習力 思維 請責力 這個力就是 讓你這個思維力 這個力有思維力 然後有助於那個 修以禪定是這樣 這個禪就是一種 不是只有那個四宏八天的禪 就是讓你這個思維力 讓它這樣 有一種那種 就增長你那個定功 是定功 那個禪定的定功 禪定的定功 就是內心的不會生起分焙心 是這樣 知道了解 比如說剛才講過 過期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那這時候你那個定功 就慢慢 不會生起虛妄分焙心了 那智就智 波羅耶 因為這個智就是厚德智 會怎麼呢 厚德智 你也了解到 厚德智就是厚德智 對不對 厚德智就是厚德智 你對人 對人家慈悲 表現我們內心的寬廣 對不對 就是你讓謙讓的時候 牽讓的時候 牽讓表現我們內心的 隨時無我的智慧 是這樣 所以自由助於波羅的智慧 開箭 所以今天我 對他牽讓 對人家 就是禮讓人家 就是打表現無我的智慧 所以慢慢 自 這個 雖然我利益 就利益 利益自己 波羅也是這樣 下面都不用解釋 那彼岸大家看到 就 大家了解意思 對不對 石波利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這位 我們要回到講表 這邊看一下 這位倒數地獎 如是修飲食性 這位行者 一節二節三節 到花心磚 如是 倒數地獎 如是 他從 剛開始修學 從花福離心 不簡單 信心 在三寶境界 而且不斷地 以戒恨為本能 修行實性 等無量恨厭 無量恨厭 無量的恨厭 不簡單 確實 然後 這位行者 不簡單 才能夠成就出發因素 是這樣 然後 再回到 12月 12月 這12月 在鄉系無間 滿一萬劫 換此字 第六正心柱 正心柱就是 準備要 快斷 斷 斷 施後 因為 第七不退柱 第七不退柱 斷了施後 是這樣 什麼正心柱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 也是 附表 上附表 第六頁 這正心柱 快 快成就 快斷施負了 是這樣 斷了見負了 這 這裡面 正心柱 我們實在了解一下 正心柱 就是說能夠 內心能夠安 心能夠正 就是說內心 有 有 波羅的智慧 是這樣 有一種無我的智慧 怎麼講 你們看一下 什麼正心柱 它叫心定不動的意思 正心就是心定不動的意思 上附表 第六頁 一共有六項 一起唸一下 銀河為菩薩正心柱 此菩薩文實中法 心定不動 何等為實 所謂 文讚佛 匪佛 以佛法 中心定不動 文讚法 匪法 以佛法 中 心定不動 文讚佛菩 匪佛 昔 以佛法 中心定不動 文讚佛 匪佛 首行法 以佛法 中心定不動 聞說眾生 有量無量 以佛法 中 心定不動 聞說眾生 有扣无扣 以佛法 中心定不動 聞說眾生 義度 難度 以佛法 中心定不動 聞說 闻收法界有量無量 以佛法中心定不動 闻收法界漏有漏無 以佛法中心定不動 視為實 那這裡面我想就不用解釋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前面是約佛法生三寶 佛對不對 文章法對不對 菩薩是約生的 那是一種菩薩生 菩薩約生來講 生重 三寶他內心 不論他聽到有人讚嘆三寶 或是誹謗上他會嚕嚕不動 對不對 他在佛法中內心他能夠和波羅智慧相應是這樣 佛法中心定不動就是有波羅智慧 他不會說 內心嚕嚕不動是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那下面 例上來說 文章菩薩 匪菩薩 所心瓦有沒有看到 什麼所心瓦 六度忘恨 他或許聽到一些菩薩 他修持那個布施慈戒 有人讚嘆他 毀方他 他是如如不動 所心瓦是約六度忘恨來講 是這樣 講到這邊就好了 這位第六正心柱的菩薩也不簡單 就是念念 無我的智慧念念現前 就是念心不會六層境界所迷惑住 為什麼 他知道是唯心所限的境界 唯心所限的境界是這樣 唯心所限的境界 一切都心的境界是這樣 所以他能夠如如不動是這個意思 回到我們看一下 回到講表第十二頁這邊 正心處理就會了解到 他這位菩薩呢 他計畫 若更精進的 至低不退 就是意思到達到什麼 正的 為不退了 低心不退就是為不退的意思 為不退這樣 不會退轉房屋的位 這樣 就是說能夠靜聽的 能夠從甲入空的是這樣 菩薩永慧就是那個 這個聖人就是初三界也是這樣 總性位 叫總性位 總性位 就是說他這個 他這個 就是叫總性位 就是一個名詞 總性位就好了 意思是他的既有 既有能夠證得菩提的總性 可是菩提的本性是這樣 有這個意思 總性位 但是因為什麼 因為智力來講 就通討一下 但是還是沒有 還要為了成就神 完成他進途 這怎麼講呢 因為這是這樣講 是這樣 他其實 因為這位行者 這不是 其實那 你倒不退是聖人的境界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 因為他 為了進途 因為怎麼講呢 他從這個自達基督中 他沒有斷什麼 成沙佛 沒有斷無名剖之故 沒有斷生進途 是這樣 但是他在 他算是 換變有意圖 換變有意圖的意思 因為不退住的話 他是能夠斷見師佛之故 再在換變有意圖 但是為什麼 這我們現在講 終究還沒有斷生進途 他沒有斷見師 成沙佛無名剖之故 是這樣 那我們這裡要了解到 因為這個根據智力大師 智力大師這麼解釋 這樣 因為他你如果不退住 七時代初換新柱已經不簡單了 斷了見貨 如果要正新柱 那也更不簡單 到不退柱那時中 他永遠 就是說 已經斷了師佛了 已經到了什麼 一般來講 如果從淨土外面講 他是分辨有意圖 是這樣 但是今天 因為根據這個 通魯華門的角度來看 葉子來講 他為什麼終究沒有斷進途 就是說 因為他沒有斷什麼 成沙佛無名剖 或是故事這樣講 不過他這個境界也是不簡單的 是這樣 他修行到不簡單 確實能夠練在正上 他不會 但是我們 智力口我們是這麼講 還是這樣講 好 一個印象就好了 類似一下 那這個他力 現在我們看他力 叫他力 我們看一下 他力者 你說有幾行 一行念 也是從第三項一起念 念到最後一行 好 他力者 若信 阿彌陀佛 大悲艷力 涉起念佛眾生 即人發伏地心 行念佛三昧 念你三界 升起行思界 修佛 一一行蹤 回念 身彼彌陀淨土 趁佛艷力 機感相應 即得往生 事故 十字菩薩論雲 以此世界 修道有二種 一者藍行道 二者欲行道 好 這樣就好了 那他力 我們剛才講 一個自力 現在他力 他力是 是 藉由佛菩薩的佛力 法力的加持之固 那自力是靠自己的 界定會的功德是這樣 不簡單 確實 那他不退出 是不簡單 但是因為他沒有 因為我這個佛所講過 你這個關鍵也講過 你要 為什麼斷了見師禍 沒有斷了 往生即得世界 沒有發言 你還是沒有發言 因為 往生讀有一句話說 大聖上根戒 大聖上根戒 等無機性 你能即跟戒 二聖總不生 二聖就是 二聖的聖人 沒辦法生到即得世界就是這樣 雖然斷了見師禍 不簡單 斷見佛 斷見佛 斷師佛 不簡單 二聖總不生 二聖的聖人 還是沒辦法往生即得世界 那這裡面就他力 他藉由佛菩薩的加持力量 他什麼 什麼加持力量 佛力 法力 我們佛力一般講 佛的驗力來講是這樣 那法力就從他的 這句名號功德力 名號功德力 上次講過 念這句話 就念這句名號 就等於念什麼 念一切佛一樣 對不對 因爲什麼 也什麼 一多相起來講 一多相起 確實 人類的心 也是具足無量功德 所念的話 具足無量功德是這樣 不可思議 那這裡面你看 他力者 因為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學習佛法 這時候 當我們虛許的時候 增長我們性潔力 這時候我們對這個 你對這句名號 就有怎樣 有親切感是這樣的 那我們肉性 歐彌陀有大悲憶力 就是說你今天相信佛陀有大悲憶力 為我們呢 因為今天佛陀為我們發願 建立這個極樂世界 也是這樣 目的是涉及涅佛眾生 也是這個 就是一一冠明 一一冠明 拼到十分世界 涅佛眾生 社群不捨 也是那個意思 所以讓這些 涅佛的紀念心者 能發起菩提心 什麼發菩提心 身心切心之心 那裡面我們知道 以前講過 這位 這三位大師怎麼講 譬如說 往生論的 往生論駐的大師 叫唐楠大師 他說什麼叫發菩提心 就是發起成佛的心 叫發菩提心 成佛的心叫發菩提心 什麼是發起作佛的心 叫成佛的心 射受眾生的心 什麼是射受眾生 射受一切中 往生極樂世界的心 就是菩提心 就是什麼意思 就有一種 因為你一切眾生 同生極樂 共振菩提的意思 就是台南當時的含義 叫菩提心 那第二位大師 叫善老師 善老師 善老師 那在那個 在這個 那個呢 在四點書裡面 端音四點書裡面講到 就經驗心者 他發的怨什麼怨呢 我只要呢 我生極樂世界 就回向 回入說婆度有情 我只要成就無生化人的話 就回入說婆度無化 無量變眾生 他在關心思念 談到這個善品 終生的時候 如果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 他只要成就無生化人 就回入說婆度望 如母的有情 這是一來講 這是約聖老師來講 如果約這個 我約大師怎麼講 你只要句子什麼 深信千之心 就是發菩提心的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他怎麼講 他以前也講過 社利佛 眾生溫者 應當發願 應生彼國 所有者得以如是 諸相生的機會 眾生溫者 應當發願 應當什麼意思 深信的意思 對不對 以前也講過 他常常來 眾生溫者 應當發願 應當就是什麼 你透過信 就是一種 就是深信的意思 那你這裡面也要講 我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深信 什麼發菩提心 深信千之心 就是發菩提心的意思 因為你往生 因為我約大師講過 往生一佛 情有信念自由 因為如果深信千之心 就往生極樂世界 你自然而然 會發起菩提心的 因為極樂世界是大生上根界 自然會發起菩提心的 是這個意思 三位大師的看法是這樣 那第二 所以你自然而然 為這 這位 修學他立法門的紀念寫 他第一個 要行念我 就是說你什麼 念佛山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策务大師的開示 怎樣 策务大師 就第七要 什麼 以 異性不爛 為什麼 紀念歸宿 歸宿 我修辭進法門的目標 所以我進入法門的目標 心念佛就是這樣 不可能我現在 不可能說我先念佛 就念佛山昧 先念佛山昧 我們知道 山昧是呢 以禪令相應的波羅之輩 就是用定位功德 那要成效定位功德 要不斷的文實修 剛開始這樣 可能是一分鐘一心不爛 接著目標 一心不爛的 一分鐘一心不爛的功為基礎 接著成就什麼 山昧中 這時候你訊息第八四 第八四 就以 成就山昧中一心不爛的功 以種子保留下來 這時候種子現行 又把這個現行 你保留在聖國一的行為 這時候你又不落拋置 成就五分鐘 慢慢磁文鐘 慢慢接著成就念佛山昧是這樣 這個念佛山昧是這樣 這個念佛山昧是這樣 就確實這時候就能夠慢慢 能夠完成極樂世界也是這樣 很重要 你念佛山昧有目標 而且我們紀念新者的歸宿 有目標去念佛山 然後第二個 這是一個發平安壓 第二個要 驗禮善界 就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 就是怎麼 就是我所謂的 驗禮善婆 就是你這個驗禮善界是怎樣 就常常要對苦及惡地 苦地及地 深深地體會到 因為為什麼 我們今天為什麼 留完生世古 因為極地起貨造愛之谷 就這樣 所以驗禮善界 這是不理由 要常常要思維法義 就這樣 這裡面驗禮善界 就是說你今天 雖然想要想 驗禮善界 就是這樣 就一種 就是那個什麼 這裡面就像那個 邱夫達所說的 要正位生死一樣 要真的出離心 燕禮善界 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這樣 燕禮善界的心 就是要出離心 就是這樣 乃至呢 其實它也包含什麼 星球極樂的心 所以燕禮善界 也就是星球極樂 對不對 然後自然喔 生起行屍戒 這是什麼 意思就是那個 禁煉善禮善禮 也是類似 也是禁煉善禮 因為喔 禁煉善禮 今天啊 我下午父母 下午父母 後師師長對不對 下午父母 其實啊 我對父母就是父母 就是乳母的友情 也是這樣講 我對一切同生 看待就是乳母的友情 是這麼修辭 然後戒法 這個戒 是約我們對自己來講 因為戒讓我不至於 我剛才講過 你能夠 能夠有一種 防飛直的力量 是這樣 那修辅就是 就 這個修辅裡面呢 這個修辅 我們知道辅啦 就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修辅 今天反正呢 我今天 福德智良 今天我 譬如說到三百經驗裡面 我掃個地 插個桌子 對不對 怎樣 反正你公不當圈的 就這樣 福報就這樣來 是這樣 那你不能修布施慈禁 還是修辅種種的福報 不管都是非常殊勝的 然後一行動 就是 意思啊 任何一個修辭 行辭都 揮揚恩聖筆 就是意思 揮揚身筆 揮密頭進土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什麼 揮陰相國 揮陰相國 把陰地的修行 揮向什麼 無上菩提 就是極樂世界 我們講 今天我們講到 不是說今天講到 就是每天啊 不是說每天 每次啊 我們講 願意持功德 鑽你佛進入 鑽你什麼 極樂世界進入就這樣 我每天就 願意持功德 願意今天我 學習佛法的功德 今天我 拜訓我今天 掃地的功德 我今天去三寶裡面 試驗裡面 為三寶做事 為三寶插桌子 種種的 譬如說當行堂啊 反正你掃地啊 那些種種的 當香燈那些 這樣 然後回向了 鑽你祭的世界也是這樣 回向延伸 極樂世界的進土也是一樣 那戒也說 因為你這樣 不斷的修辭啊 有時候這個 慢慢的 成佛因為你祈感相義 怎麼意思呢 這就是要怎樣 佛的願力加持 因為佛的願力光明 這是佛的願力光明的價值 基感相應怎麼基感 就是基於願眾生來講 我們知道能感的心啊 佛是能硬 我們是能感 佛是能硬是這樣 基感相應 基的往生基的世界 是這樣 那請大家看一下 所以是這樣 所以今天能夠 在修辭中能夠 所以知道 今天啊 這是不斷的薰曲佛法 就像我們說啊 這個普行和比喻一句話說 優勢的靈運終始 最後一句話說 一切諸根性善外 一切親屬蝕捨離 一切未施蝕捨離 一切未施蝕捨是 虎香大臣 功臣內外 下馬承認正法無障 如是一切 虎香誰 最後一句話說什麼 無威其願完 不相捨離 一切時 引導其前 一剎那中 基的往生基的世界 就是這樣 有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什麼 請大家看一下看到那個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因為這個驗力啊 就是念佛那個 熏習第八四 這個要是有種子現行 這時候自然而然 它能感的 我們這個能感的心 自然而然佛力相應自然 往生基的世界 那請大家看到 看到今天復表第一頁 復表第一頁 對不起第二頁 對不起第二頁 第一頁 第一頁 倒數第一頁 對不起 先講到第一頁 倒數第一頁 倒數第一頁 一起念到 第二頁的 第二頁的最後頁 一起念 眾生果然依佛之律 教禪與修辭 則及眾生之三頁 轉而為諸佛之三頁 三頁既轉 則煩惱即不離 生死即涅槃移 又恐樹葉葬眾 或不易轉 只用陀羅尼三密加持之律 以熏陶之若果螺之助明臨 曰是我是我 七日而變成果螺移 又肯根氣或累 為得洩脫而再依塑生 難免迷思 一世特開信念念佛 求生淨土一門 闢若聖肉環 同於現身 晚生西彎 聖則肅正無上不敵 凡者涌出生死細福 以其丈夫此利 故其功德利 不可思議也 明臨這個是解釋 大家要了解一下 因為這段話就是 常常聽到 明臨就是小蟲 因為果螺抓那個小蟲 可能是青色的 有時候也不是青色的 有時候白色的蟲 換到一個小蟲 那時候做一個小蟲 土窩了 泥土的窩 非常小的 把蟲換到裡面去 就這樣 那我在 其實那要 鋪起來的這樣而已 就類似這個意思 我們看 這是櫻瓜道士的 櫻瓜道士的 開始了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今天 今天 我們能夠 就是眾生 就是說 這個修學善法 就是你今天因為 因為修學善法的行者 能夠依止佛陀 就施衆地人 能夠依止佛陀的那個 戒力 教法 就是依止 禪教利密禁 來修此的話 依止佛陀所說的法 那眾生的三頁轉而為 佛陀三頁 就這樣 為什麼要講 你看看 回到第二頁 第二頁就這樣 為什麼變成佛陀三頁 因為你一體其用 這時候慢慢的 這是不斷的欣許佛陀才會這樣的 不斷那麼簡單的 變成佛陀三頁 慎國異三頁 清淨三頁 那三頁即轉 煩惱及佛陀 煩惱及佛陀 什麼意思呢 現在咱們講好了 剛才請大家看一下 剛才第八頁不是那個哪裡 附表八有沒有看 附表八 第五月 副表8第5頁,倒數第1頁 第5頁,副表8第5頁,倒數第2頁 第2頁下面,行止6度,得菩提、涅槃、二轉一果,名為彼岸 對不對,和這裡面都一樣,和現在看到這個 副表9、第2頁這邊,三略即轉,則防腦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這是轉一果,二轉一果的意思 那大家要了解到,二轉一果,成為二轉一果 這開始轉是什麼,就是類似轉變現,轉是變現的轉動 變現,作為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意思 把煩惱轉回下來,成為菩提,把生死轉回下來,涅槃的意思 那1什麼意思呢?1是什麼意思呢?1是什麼意思呢? 1是什麼意思呢?第8四 1就是1第8四啦,轉力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這個誰?這個也喔,印瓜老師怎麼講? 三略即轉,為什麼?你要這樣,這是不斷的需求過來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雖然是因為就像你要經過,就是剛才說 自立法門好了,修學這些,比如說修學天來中好,發言中好 這個盡利論,不斷修學 那煩惱是因為什麼煩惱即菩提,是本身你具有什麼?中觀的智慧之固 因為中觀的智慧,其實第六四能夠坐落主的時候 就是這樣,你有中觀的智慧,其實煩惱就是當下這樣,就是菩提是這樣 你看到什麼都正如經濟,是這樣 生死經濟是因為你本身具有中觀的智慧之固 才能夠看到,雖然是煩惱其實,但是就菩提了,是這樣 生死經濟是不斷需求過來,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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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開始是左迷而誤,接著轉世成智,然後轉世成智 然後轉世成智,然後轉世成智,反老肌負體 因為英科大師講的,他是濃縮的,他講的無量解力 就是你不斷的修矢佛法來,才有這樣,這個境界是這樣 本身你要反老肌負體是要達到什麼?那種種觀的所謂 所以我們說,做不做,不做我做,那種境界是這樣 達到那個人所欲辱的境界,才有這個境界 反老肌負體,甚至於內盤,就是你具有中觀的智慧 那一二色裡面,英科大師就講,又恐數月升重,數月脹,數月月重浮輕 不宜容易轉,這用什麼?陀羅尼三密加義,陀羅尼三密加義,陀羅尼加實力 就是聖國義三密加實力,你殉陶羅尼,就像這裡面用這樣 就像果羅,果羅之助名林,是否就像,念佛也是這個意思 那就是一日,一期就變成果羅是這樣,那這裡面呢 英科大師又講,為什麼佛陀也是這樣,為什麼要講信念念佛呢? 有時候根基,有時候太累,就說比較低,根基比較淺一點,佛 沒辦法偷生死,所以一再生生死,所以難免呢 所以他幹什麼?信念念佛,就是敬禮佛我們是這樣 希望呢,不論聖人,那蘿,就確定這個聖人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念佛是學有佛是主要佛是中生的 因為佛陀啊,非常講的聖,因為佛陀 Alone 像佛陀羅尼borne,像那個博� mono Gaming.菩薩他在法寓 keyword上 是欠免這些法生大事 出地上的菩薩 法生大事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為什麼 因為極樂世界是快速成活的地方 是這樣 所以落聖落土就是這樣 就是他希望 你是聖人也好 歡悔也好 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是這樣 因為他是社會絕懷用生的 所以聖者的事實上無上不敵 因為極樂世界快速成活的地方 那反者也湧出了 生世紀就湧出了 就是能夠出三界 夜三界 削渡過這個昏端生死 是這樣 那藉由藏佛的持利 說功德利益不可思議 就這樣 這就是因為他 這個理論就講到 念佛還是這種藉到佛陀佛力的加持 就是他的艷力的加持 光明的加持這樣 才能說功德不可思議 那明理就不用講了 這個大概就了解 這裡面講到說 信念念佛 不可思議的功德是這樣 因為佛力的加持之故 大家好 我們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先下課 請大家放開講表 第12頁 講表第12頁這邊 剛才我們塔利呢 從智利 塔利也講過了 就是說 這時候呢 這倒是一個結論 就是那個 戴以第12頁 第4頁那邊 對不起 第5頁 事故十字菩薩論云 這個就是十字菩薩論 是龍術菩薩照的論 他是在解釋法院經的 那這裡面他就講到 就以此世界修道 就在這個蘇佛世界修這個什麼道呢 菩薩道 也是修一些種種菩薩道法門 有兩種 第一個 蘭行者 就是智利法門 蘭行者 因為他從這個智利和塔利 這蘭行道會怎樣 因為他不假戒 蘭行道就是法門 蘭行的 很難修行的法門 就意思是很難成就聖道的法門 就靠自己啦 靠自己的 戒定佛的功德 來修使叫蘭行道 蘭行道是藉由佛、菩薩、佛力、法力的加持 叫蘭行道 蘭行修使的法門 是這樣 然後這裡面呢 他又這時候呢 菩薩老師就開始解釋一下 把這個蘭行道呢 他講為什麼蘭行呢 就是智利法門為什麼蘭行呢 塔利文 塔利文為什麼蘭行就開始解釋了一下 把這個蘭行道 蘭行道 蘭行道的智利法門 再把他解釋清楚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第六行 南行者 南行者用六行 四行一起唸一下 南行者 二者無奈 二者無奈 二人 破搭盛德 三者顛倒上國 能快放恨 四者身為智利 葬以大慈 五者唯有智利 無他利慈 畢如柏人不行 一日不夠秀離 其大辛苦未智利也 再講到這個南行者 因為這個智利法門來講說 在這五座二世這個 傑著 見著 煩惱 縱著 命著 五座四寧願 這個人心 以無量佛史 這個量 有時候無佛史也可以這麼講 因為文師這麼講 有時候講 無佛史是這樣 有無量佛史 都可以的 再參考一下 要求阿比八字 聖難可得 阿比八字就是我們所謂 三不退 胃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就是簡單講說不退轉的境界 聖難可得 非常難以成就的 成就難以可以成就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今天在這個南行者 五座二世 很多逆境界 就逆境界 請大家看 我們先把阿比八字再解釋一下好了 請大家看 護表八 上次護表八第六頁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頁 第六頁 護表八第六頁 阿比八字再解釋一下好了 護表八第六頁 倒數第四項 一起唸一下 阿比八字 此營不退 一位不對 路勝流不多 反帝二行不對 恆渡深不墮二勝地 三念不對 心心流入沙伯落海 若曰此土 葬出國 通見地 別初至 言初性 明位不對 通不下別實相 言實性 明行不對 別初地 言初至 明念不對 這是一個明相的解釋 阿比八字是把你翻成中文叫不退轉 不退轉 那不退轉 或者有三種 餵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餵不退 餵不退 就是入於聖流 就是得到這個狗位 不會退入房屋會的意思 入於聖流 不墮什麼房屋地 入於聖流 入於聖人之類 就是類似出國的境界 有意思 出國就聖人之類 入於聖流 入於聖流 入於聖人之境界 入於聖人之境界 不墮佛地 那第二個是行不退 行就是 約菩薩行 就是你 這六度望漢 不會退轉的 六度望漢不會退轉的 永遠是恆度生 念念 利他就是利己 所以不會墮佛 不墮佛地 二勝的那種自立的境界 那本身就意識有 其實為不對行不對 有菩薩智慧是這樣 那念不對呢 是一種 這個念不對就是 就是 那種 那種 那種智慧 他們說念念什麼 跟聖路語相應 為什麼呢 心心流露 就心想 每一個念頭都和 什麼叫薩波羅海 朱華石像 他那個中 就和那個 這個 薩波羅就是佛羅智慧 念念跟佛羅智慧 那個海是形容佛羅智慧 像海那麼深寬 就是念念和佛羅智慧相應 意思是 就是你念念跟聖道地利相應 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念念 它具有什麼 這個根本智 它具有中觀的智慧 中觀的智慧 就是什麼 中觀的智慧 非有非空的智慧 它見到什麼 正如理 就像我勘察說 為什麼能夠見到環有即普敵 生死即念 反正就是那個意思 就這樣 心心念念 每個念和這個 朱華石像相應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就是把這個為不對 行不對、念不對 了解一下 這個念不對就是念念 就是中觀的智慧 那這裡面呢 就是我們看 這裡偶一大師又講 若耶遲土 因為這個娑婆世界 葬出國就是葬教 葬教裡面出國 出國斷了見負了 直接斷了見負 通教當然也是斷了見負 別叫出住位 就出發新住 剛才講出發新住 斷了見負 原初心位的菩薩 斷了見負 就叫為不退 這樣 為不退 就不退 不會墮入 不會墮入到房屋地 那通教 現在講 行不退 通教的菩薩位 菩薩 他不但已經 這個通教 他不但能夠斷了見識負 而且呢 念那個通教 而且能夠修起菩薩道 而且北教的石像 石灰像 石灰像位 他這裡面呢 石灰像位 然後還原教的石性位 這叫行不退 因為在這裡面呢 他那個腳跟著 能夠從空出入甲 從空入甲 就是從 能夠怎樣 顯現他能夠 就是能夠渡過終身 這次行不退是一種怎樣 他能夠 他能夠修起種種火門 什麼火門 就是種種的藥 然後因為目的藥就是藥目的 對自 對自那個 煩惱的病 因為眾生有無量病 有無量的煩惱就是病 所以他今天菩薩 他修起種種火門的藥 目的對自 眾生種種煩惱的病是這樣 而且那個 能夠應病以藥 就行不退 是這樣 如果剝弱智慧的 不簡單呢 行不退 那在下面說 別出地 就是別教的 就是一些法聖大師來講 法聖大師出地以上 別人教出出為菩薩 就明念念不退 就是念心的念念跟那個 念念有 他就是這樣講 有根本字 有後的字 怎麼講念不退 就是根本字 念念跟什麼 我空 法空 真理相應就是根本字 那同時呢 這時候呢 後的字這樣 念念 能夠 念那個 以善巧 這種善巧換辯來度過眾生 所謂能夠說 依你何生都入者 即現何生為說法 就是那個後的字的意思 這樣 別教出地無詐 言教出 念不退的意思 這樣 所以了解他的含義 就是阿比巴士的含義而已 這是明相的解釋 那麼接著回到這個講表 就是說這個 無量佛 無獲使能夠 求要成就 求阿比中 要修持這種 不退轉的境界 很難成就 非常難就 很難成就的 那這個指南 這種 這為什麼很難 這種 就是說這種 難行道 這種 這種修法 無數成殺 收不可盡 就是 就是意思說 成殺如成落殺 成殺 成收 就是像無數 就是你經過 沒辦法收盡的 那你太難行 就很難成就 這個修持 指南 就是這個難以成就 這無數成殺 就是太多 就沒辦法成素縮的意思 無存殺 收不盡的 如成落殺 的 沒辦法收盡的 但是呢 列成有五 簡單的成數有五種 然後五種呢 第一則是外道向善 對我們菩薩 外道向善 什麼意思 外道向 這個向是一種 表面的意思 或是相似的意思 外道 因為這樣講 有時候呢 今天獲取一位 發行的菩薩 他想要卸尊死 他修學呢 修學大聖法門 對不對 今天一個 一個我想很多 南美會有說 有一個行者 想要學學大聖法門 就學學大聖菩薩道 但結果呢 就是一年 結果這位行者呢 就是一年之故 他遇到什麼 遇到外道的行者 外道的行者就是這樣 你剛才學我們的這個 牧師慈祭啊 就這樣 也是牧師慈祭 就這樣 雖然修老師 他想要修學大聖菩薩道 但是呢 沒有一道三十四之故 就是為什麼 就沒有一道三十四之故 因為藉由這個 我們現在講 什麼外道 就是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那就是相似的佛法 相善就像 心外求法 就外道 心外 心外 就是這樣 心外求法 所以呢 所以 因為你今天被遇到 遇到那個三十四之故 所以 他遇到會 以為布施 來持接 這個就是 就是菩薩 其實外道 他不是真正的 就是不是真正的那種 那心外求法 是這樣 他以為是 所以呢 他是以我的心去修理上法 我的心 他不知道 就說 容易生起我慢的心 知道嗎 就這樣 外道相善就相似了 就以外道 而修理這個 相 表面那個 善法 他認為是天堂 無極老母 天堂 就是那個 就是最 究竟的地方 就這樣 是這樣 那以外道相善就像我 他認為這個 因為 外道的善事事 都遇到了善事 沒有 也被遇到善事事 遇到外道的行責 就大家 就 你就布施就好了 反正沒跟他這樣理 因為 這人這樣講好了 因為心外求法 他也布施 他也慈悸 他也修理中善法 但是問題 以我的心是這樣 容易生長我慢之故 我慢是這樣 而且 他沒有心裡貪嗔自己的心 因為他沒有 沒有剝落智慧之故 外道是這樣 心外求法 是這個 所以善意 相似法法是這樣 他以為表面上 因為他裡面的理是說 我到了天堂 我到無極那麽立安 那就是 那就是無我的意思 他這樣 那如果 那種菩薩意思 這亂就是破壞了 菩薩那種自立他 菩提薩多那種 自立他的那個 行法 意思說 這外道 他的他種 他的修學上 那種善法是這種 是以假亂真之故 以假亂真 他其實不是真的 不是那種菩薩道 他是外道心外求法 都菩薩道 他沒有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那念念沒跟 沒跟 這個 無我的智慧相應之故 是這樣 那外道學 第二個 無賴惡人 無賴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種人 無賴 就是沒有心處不正 心處不正 就是品性有問題的人 就是品性不好的人 心處不正惡人 破他聖德 他人就是 可能是一個 一個念佛的行者 持戒的行者 或是修一個修持殊聖的行者 大聖的菩薩的行者 就破他破聖德 一個修持菩薩的行者 就破他破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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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這樣 誹謗人家的殊聖德 就是對修學大聖的菩薩的行者 誹謗他 他那個誹謗 還是破除他的殊聖德 那殊聖德 就是人家修持持戒倫倫倫 人家人 你就想 沒有什麼了不起 切實就是這樣 那你沒有心處不正的 無來惡人就是內心 內心就是沒有羞恥心的人是這樣 貧心的不端正的人 就這樣 因爲什麼這樣呢 武途惡事 我們知道 截著見著 然後眾生走 眾生走又這樣 眾生這個心事本來就不正了 對不對 習氣之固嘛 就這樣 本來習氣的 你煩惱就是 反正你看了 你會有紀錄心就這樣 所以自然會誹謗他人 你說這個人物 這個就是毀謗他 還是 那個就是那個 那是無辱他人就是這樣 那對那個 就是聖德 這裡面聖德就是 他修學菩薩道所顯現 就是那種 慈戒的那個修 很殊勝的修持 人路經 那些不簡單是這樣 毀謗那個 菩薩道的行者 破壞 修行那個菩薩的行者是這樣 破壞聖德 第三個呢 顛倒善國 我說善國怎麼會顛倒呢 是因為它是 這個顛倒的意思是 有肉的善國意思 這顛倒是有肉來講 這意思呢 它是著相而修持善法 就說你這個 比如說 有人修持 也不失也好 也持戒也好 是以我的心 以我的心去 不失持戒 你學習偉善我中善我這樣 是這樣 說一下 說一下電腦善國 因為你 以我的心說是有肉的福報 這種人天的真善是這樣 所以人換了什麼 放恨 放恨什麼 清淨恨 放恨就是清淨的意思 放恨清淨這裡面呢 我們在講呢 這放恨有小盛也有大盛的修法不一樣 其實放恨就是 我說放恨就是一本 耶來的 身口義的清淨 很意識的清淨 身口義清淨 大聖的話是呢 那種什麼 就所謂 慈悲惜舌 他那個大聖的慈悲惜舌 無言大慈 痛以大悲的意思 是這樣 不一樣 那這裡面就是一種 就菩薩的放恨 就講到 我們簡單講 簡單講說 他那邊有一種 無我的智慧 放恨 因為會很清淨 有無我的智慧要清淨 放恨要清淨 有無我的智慧也才會清淨 因為這個電腦善國 有落的善國 就是他以我的心 有我相 人相 忠相 他沒有辦法善能體空 所以足足相 著相 而修學忠善法 這種顛倒國 因為有落的福報叫顛倒是這樣 能破壞什麼 清淨的無我智慧是這樣 無我智慧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看一下 看到金的護表 金的護表 第一頁 護表第一頁 護表九 第一頁 對不起 因為剛才 有時候 就是可能沒有 信息沒有做好 為什麼這樣講 我說我們看一下 第一頁 我毅大師的解釋 我毅大師在這個 他以 他認為無我的智慧很重要 這是以前也像有講過 從第二行一起唸 唸到最後一行 若欲出輪迴 必先勤光無我 難此第七四之 近身我職 細故難斷 必先用第六四 以相應之正費新手 以大聖教理 如實觀察 必無我正結總治 倦心見主我 自成熟費 般得無落實至現前 金人折騰六度妄岸 而以破此法門 成不就心 求諸輪迴 不亦難敷 不能發誕心 去為是 向信 深深信解 然後休息 普理之良 可明順懈多恩 否則眾修諸恨 但是連連有落之音而已 這個若欲大師 我想每個人都 因為任何一個 修學佛法心者 都想要出三界 都想要 從六道輪迴出來 出禮 但是偶依大師 要情況下無我 無我官 那怎麼現在無我官 要向無常下鎖 怎麼講呢 在八大人經有一句話 第一劫 世間無常 國土未遂 世大苦工無因無我 一定要這樣無常 因為無無常之故 才叫無我 誰叫無常 一年神一年妹 對不對 因為你從 譬如說好了 怎麼知道無我 這我就是 我就是常一出來的意思 譬如說 你怎麼知道無我 譬如說 小時候的我 我們講設法好了 最簡單的設法 小時候的我 和一些我不一樣 對不對 設身就知道了 不一樣嘛 差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無常之故 對不對 無常 小時候是少年 現在是 年輕或鑽年 還是老年 對不對 不一樣的 甚至就不一樣 無常他家 無我 反正我們心法好了 對不對 一年神一妹 就像我們今天 譬如說中午好吃 受享心是好的 感受 對這個又酸又辣的 中午吃的東西 吃到越酸的東西 譬如酸辣湯 又酸又辣 感受到 我內心感受到了 對不對 又酸又辣 那這時候呢 我吃飽完後 對那種酸的感受到滿 慢慢到晚會消失掉了 對不對 為什麼 無常之故 心就是無常 你從無常裡面 提到它是無我的境界 所以對以後面對 譬如說明天好了 再一個酸辣湯好了 就是非常契機的東西 你知道 心是無常的 對不對 心就等於無常 結果你就不會 就不會生愛著心的 實際上 他知道無我 因為從無常裡面 才體會到無我 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面是講 要從無常觀 體會到無我 慢慢體會到 那這裡面是講的 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說 講到深一點 當然你呢 延伸無性 當體極空 其實我在面對這個 酸辣湯的感受上 他是唯心鎖性的境界 當體極空 延伸無性 但是這樣 體體空觀 提到無常 但是一般來講 從無常觀 無常去體會到他 從無常他體會到無我 從無常他體會到空 從無常他體會到空 那現在講到 就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現在一般無常觀 比較容易了解 那我一講說 難此第一是 什麼既勝我之 就施負 就是施負很難斷 或就是貪稱施辦理 非常微 這個微細啊 那種念頭 非常很難斷的 五頓死 貪稱施辦理 所以我一到時候 什麼方法 第六四 今天我們知道 第六四是 神佛的根源 也是 留守生死根源 就是這樣 相應的正負心手 正負心手 什麼負心手 以守觀鏡 能有一種 減別 絕折的能力 就是這樣 這負心手 他能夠斷 他以斷你為用 負心手能夠 有那種 減別絕對能力也是這樣 為什麼叫正負心手 一是一是 他他是一是 也有文字波羅 起觀照波羅之故 一文字波羅 起觀照波羅之故 一是大聖的教理 根據什麼 就是根據 他這裡面有講 根據什麼 大聖的文字波羅 教理就是文字波羅 根據佛陀所說的法 其實這個大聖教理 有時候 菩薩所說的法 乃至祖師所說的法 乃至祖師所說的法 也是大聖教理 乃至的觀察 這是意思 要乃至祖師所說的 要乃至祖師所說的 觀察思維 就是一一文字波起觀照波羅 這樣說 因為第六四這樣 讓我無為正義者 這時候講到來 因為第六四 不斷勤取貨法的時候 你修持 你不斷藉由文師修 修起無常觀 不斷勤取第八四 第八四就有一個種子保留下來 這時候慢慢 從無常觀 無我觀之後 慢慢這個種子 慢慢越來越興起 越來越顯著了 見心見著我 見心見著我 顯著我來出來的 那是這樣來的 因為不斷地去 所謂 種子現行 現行又新種子 有這個總現行相應之下 這時候你種子慢慢的 慢慢到成熟 什麼成熟 一年成熟 這時候你無漏字 什麼無漏字 根本字 無漏十字 現前的是這樣 就是 所謂 轉世成字的意思 無漏十字 就是把這個 第六四轉成 妙觀察字的時候是這樣 那這樣不簡單 就是要不斷勤取貨法 來的 這講的是很簡單 這樣子做的 不容易 知道 這要不斷勤取貨法 要不斷聞實修 念念這 但是今天 你怎麼 要不斷地 如果說一進我們 不斷地 拜佛念佛 才能夠讓這個 無漏十字的現前 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這個 這個什麼講呢 這個 不知道 林詩他怎麼樣 偷明明道 賢武之心也是那個意思 就修得慢慢的 這十字的現前就是本有的智慧 你把這個本有的 無漏十字的現前 是因為你不斷地 就修得 把信德開展出來 是這樣 那我跟大家講 講到這一句話 就是為什麼今天講到 驚人往往談到 六六幻 他確實 想要立他就立己 但是呢 破子環誠不就心 誠不就心 誠不就心 誠不講 就是就心 他對這個我 信就是第六四 探討第六四 因為我們知道 第六四啊 常常被弟弟親子逼走 就這樣 所以瓊子 你如果說不常講 探究第六四 不斷十戒 總有修得上法 但是你對六四都被探究的話 那你要求出人懷不遺難乎 因為他初三節很難的是這樣 因為第六四是什麼 是流轉生十更年 也是 初以三節的更年就是第六四 所以我一到時候 無人發這個大聖的心 怎麼大姓 菩薩道 大聖就是你一樣 大什麼叫大聖 聖就車輛 你這個菩薩 發菩提心的人 行者 就發菩提心 其為師相性 生生正解 我先講 為師相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所謂 食 我們說 以食的人 聖人要益 心盡為心 對這病 要求善業 而為益用 那個食事就是為師相 為師相 為師相就是實理的意思 這為師相就是義他己 就是所謂為師人家 就是我一年所生活 就是俗地理 然後在儀師旦 剛才我前面講過 師相 那個就是對這個 為師相什麼意思 對這苦極滅道師弟 要深深的聖性結 就是苦極滅道師弟 就食物法界 這個意思是嗎 對這個食物法界一八真八 要深深的性結很重要 信呢 為師姓什麼意思 嚴懲實性 對什麼 對我們人人們去各個部的自信運動 要深深的性結 這確實很重要 今天為什麼 你今天好了 我今天拜佛念佛 什麼 我是依體用 依什麼 依這個自信運動 本來依經來拜佛念佛 就這樣 深深的性結 性結很重要 這性結就是我們講的很多遍的 這為師相就是什麼 就是對這個 就實事的 就是前面講那個信息那個實 實德人 實事 就是什麼 所謂的苦極滅道師弟 就這樣講 也就是說 對這個 你對這個苦極二弟 要深深的性結 今天我們想到這邊 又想到這邊 對我們依靠 為什麼很重要呢 你要不斷的文實修 以後 今天我們想 這個今天疫情對不對 這種新冠肺炎的疫情 就苦極二弟 你要面對他 你不能說 反正你 它是維持我正內心所變形的境界 我說要回光環照 為什麼我罹患了新冠肺炎 是我自己感染的 絕對不可能說 你正無 那個環境錯誤太差了 疫苗不夠 什麼都不夠 他讓我罹患新冠 要檢討自己 是我自己的 內心的意思所感染的 維持相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今天要強調 一切唯心的所限的境 要檢討自己 維持相就是這個意思 維持相 知道 雖然一切法 確實利益不明 但是呢 一切法是不可得的 連不可得性 不可得 維持相都是這樣 他能夠見到什麼 正如理 見到我公佛王正如理 就是維持相 所謂的自行密頭理 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是 對於這維持相 維持相也是要深深的性結 就是你要不斷的欣取佛法就是這樣 然後修行 普體之良 可憑順切通 順切通 順切通 隨便論 生死的那個境界也是這樣 不過那普體之良是 裡面有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是這樣 你生死成為普體之良就是這樣 福德之良智慧之良 修行普體之良 霸能不能夠 那否則的話 眾修六度萬漢的話 都是人天腐肉而贏的 六度萬漢而已 六度萬漢而已 六度的 就是人天腐肉 就是夜市後你是 人天腐肉的正上 是這樣來講 那這裡會這麼講呢 看一下我們看 我們看一看 為什麼是顛倒就顛倒一下 我們看倒數地上 這一堂一起念一下 人天之國 非無漏善 戰樂返苦名為顛倒 就是人天的福報 就是人天的福報 以後做大國王 總統一樣 做總統 因為現在可能沒有國王 就是總統 之類的 有前衛 有前世的 或是大復章者好了 對不對 富貴人家好了 對不對 畢竟他是 非不是真正的無漏善法 非不是無漏善法 因為畢竟呢 戰樂那是 短暫的享受那種無漏善之樂而已啊 戰樂就樂之無漏善之樂 結果還這樣 你無漏善之樂的話 還到 可能到山樂道 受到苦果是這樣 像那個佛陀時代 那個 那個誰 那個佛陀時代 跟隨那個 那個 那個義陀佛蘭 學習的 非想非想定 禪定 結果那個義陀佛蘭 他是 他也成就了非想非禮定的功 但是呢 他在八萬大節後呢 那個 Sand樂道 川樂道 都變得出生道 是這樣 顛倒是這樣 說話傳物說 人電福報是顛倒善國 因為什麼 他 運用油漏 以我的心氣造作善業 以我的心氣不失 以我的心氣休於中路善法 就沒有辦法 還是難免是 一件汝肉之音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你要瞭解 我現在 倒數地下說 唯心相信 生性結 苦極道是地 要深深的性結 都是唯心所見 要監討自己 就這樣 你要 性結 要面對一他其 對這個因念所謂要知道 都是唯心所感的境界 唯心所見的境界 要瞭解 你要深深的性結 不然的話 因為我們都會檢討別人 不要檢討自己 因為法務中有用 有一種毛病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 不是我的錯 就這樣 講到這邊 我就講到一個故事 跟大家互相勉勵一下 就難免了 就是明朝年間流傳的一個故事 就有一位老秀才 他家境清寒 但是呢 雖然有秀才是有 他是寶學 寶學 就是寶學 就是寶學 學富武車啦 寶學的 學問很非常好 但是 雖然清爛就是找了一些 他也是很慈悲啊 找了一些 兒童 聚在一起 為他們教教書 就是他本身 又好學不倦 而且 本人又好學不倦 又會人不倦 所以 栽培很多人 就是為他 因為他也要教化一些 這些好像是 這些兒童 學教他們 教他們一些 四肆五肌那一類的 而且這位老秀才 心裡很善良 他欠導大家 改過向善 就是類似那個 用盧家的那個 四天元洞 就是在好好的 不要 就是 有的是那個意思 就是讓他欠大家能夠好好的 修爲善法 改過向善 而且他把他 因為他的教學 每人家會提供一學費給他 所以他除了日常所需外 他把他所得到的學費 全部就來修小補錄 不簡單 而且布施總裸衣服 還是食物 醫藥給貧重的人 所以地方人士對他非常恭敬 無論老少對他都以理相待 因為他這個人很慈悲善良 不簡單 很清爛 但是這個老秀才 他自己懷彩不易 因為他老秀才 所以雖然呢 所以這裡面呢 他就是 所以有時候 他人還是要死掉 所以八十歲呢 就生命晚生了 晚生後來到陰間 因為我對他非常禮遇 不能讓他坐在那個座位上 就對他在陽間裡面 在人間的時候 陽間裡面 總統上特別讚他有加 這個 原來我就問他說 假設輪迴還是 你如果輪迴 還是要繼續輪迴的話 你希望什麼呢 這個老秀才就說 他寫了一些話 寫了一些寫對手思 那我不要念 那什麼意思呢 父親是當官的 我孩子是壯言的 是當壯言 就是類似光光相待 而且 家 外圍 好幾千 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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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一講 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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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寢的那個天地 而且怎麼都 那個各式各樣的 那個水池 樹木花園都有 而且呢 焦氣每切都很賢慧 我這樣 而且他那個 整個那個 那個他的繁殖 充滿的五穀雜糧 很多東西 都很多書 香書都很多 什麼 換句話說 他那個 就是富貴 反正富貴龍法都有了 是這樣 而且聖基 而且他聖基 一瓶的 一瓶的光源 而且那個 想說 他的那個 權勢名利 都有 而且那個 殘命百歲 殘命百歲 是這樣 這個耶倫瑪 他講 應該寫了一首詩 那這個耶倫瑪說 就對這個老秀才說 老先生 這個世界有這麼完美嗎 如果有的話 我應該把這個 岩樓往的位置讓給你 我去投胎好了 就這樣 就意思說 世界上沒有那麼完美的一彎 記憑看 怎麼講 因為我們要講 這個世間還是 葉倫瑪說管理經濟 還是要老病死 誰對不對 老病死啊 不是你能夠決定的 那這位秀才是這樣 他是彷彿的知見 要了解到 今天我們要面對荒蜂就是這樣 你這樣會怎麼外道向善 你今天要正知見 要佛的知見為主 你不能隨時外道那些 講的 你要看看 你看 你對苦極妙的勢力 要深深清楚 要因爲所存華要了解 苦極妙就是因爲所存華 對 苦極的意思是什麼 世間的因果 就是世間的因爲所存華 魅力的意思是什麼 出世間的因爲所存華 出世間的因爲所存華 要清清楚楚 像這個了秀才 你看他也慈悲善良對不對 也教導人家修 教導人家教育 他也教書 而且那個 他你看起來 把他的一些錢交出來 鋪路造橋 你看修橋鋪路 你看布施總統義務 你看很慈悲啊對不對 但是畢竟呢 還留忍生死而已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顛倒善國 就是他本有無我的心 我今天我們要了解到 今天很重要 今天我們說 乃是拜佛好了 仁理所理信空己 仁理的我 所以說 都不可得境界 比如說我們講 我拜第一拜的時候 要從無常關係體會到他 我拜佛的時候 第一拜第一拜 那麼歐彌陀就拜下去 那麼歐彌陀就拜下去 仁理所理信空己 改令道教然實意 我只道場如意之 彌陀如來隱現中 我身隱現如來前 頭面皆子歸於你 起來的時候 就完了對不對 看一看拜第一拜 一年神 第一拜起來的時候 一年魅了 所以一年神魅 他是無常的 體會到 大家 但是要了解到 雖然無常這樣 你的拜第一拜的 一年果報是 果報是 不屈不壞 第一巴士 就馬上變形果報出來的 那你這個正報的身心 消費上正無愧的 為什麼呢 就是這年果報 就在第一巴士 變形果報出來 叫一年香一年神的意思 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要拜佛的時候 得到佛力的加持 佛力的加持 消費上正無愧就是這樣 要從無常裡面體會到 要體會到這個就是說 你今天要講 今天講到佩索要 今天會爹哪善果 人壞方向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我們常常 今天我要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常常要這樣 練練跟無我之間相應就是這樣 那今天你來講 你為什麼外道向善這些 都是你要正之見 剛才講那個故事就是說 跟大家互相美麗 有時候你難免 因為我們說 我們要不斷的訓取佛法就這樣 讓我們以佛羅之見為之見就這樣 不然你先講 他也布施實戒 那也不好 對啊他也布施實戒 那也不好 問題它是以我的心器造作的 就像你沒有究竟 而且你看 信 他你說 我往生到無雞腦母的地方 我往生到天堂 那畢竟那是不究竟的地方 對不對 你今天是怎樣 要以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自信沒有是 人人本懼各個不武的佛性 這是確實的事情 你要聽 要生成性解 那怎麼性解 要不斷地循取佛法來的 對不對 佛性是我們本有自信 今天我種種的修使 就是要 實際上 修得開明信德 是這樣 本有的智慧 本有的智慧 官民顯示出來 是這樣 我們無論官民 無論說明是我們本有的是這樣 這時候要從不斷的文師修裡面 是這樣 不然曹佩在造成什麼外道向善這些 哪些 哪些電打善國 這種 這種事情會生出來 難免都 為什麼 法務中心都有欲 為什麼有欲 有我的心 就這樣 難免法務中心都有這樣 大家不斷地循取佛法 因為知道 要了解到 因為我們知道 第六三第八四的關係很重要 就這樣 常常體會知道很重要 因為第八四馬上變形有果肉出來 是這樣 這個也是講 大家互相美麗 這不簡單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就回到講表這邊 我們再回到 這 人互相放恨 其實想到這裡 又想到一個故事是誰 梁武帝見什麼 達摩祖師的故事 對不對 這達摩祖師他從印度 飄洋而來 到廣州後 然後又 廣東後又直達去見梁武帝 這梁武帝 他看梁武帝是不是 他那個禪中有香氣 這梁武帝就問了這個 這個 那個誰 那個 達摩祖師說 你看 我見了那麼多事焉 而且度過很多人 來度過很多出家人 共生 很多 做很多事 所以你看看 我認為我沒有功德 對不對 達摩祖師說 完全沒有功德 都沒有功德 為什麼 因為你造作這些 這些都是 以我的心去造作出來的 所以沒有什麼功德 是有肉的功德 是沒有功德 就是顛倒喪國一樣是這樣 是冷天福報的增傷而已 也是這樣 所以那個點貴也是這個意思 這樣我們看一下 看赤者 就聖文智利 葬於大職 有時候 其實我剛講過 有時候 難免我們紀念心者 他想要修學大聖法門 大聖法門 但有時候你醫到什麼 修學 身穩的善之士 這善之士呢 就跟你講說 哎 智利什麼 你自己有病 都不 都不洩脫生死 還要去 還要去 你怎麼要去 怎麼立他呢 就你 依到聖文的善之士 他就告訴你 你不要再 不要不少了 你先好好的 修學試煉出關就好了 好好的修學這個 好把自己 把自己能夠洩脫生死 先為主 不要 這時候呢 就這樣 障於大聖 把你本有的 無緣大聖 通於大便的 那個普遍心就障礙了 是這樣 其實我們了解到 因為他 自理人是自有穴多 要了解到 今天 我今天拜佛念佛 目的也是這樣 我能集的世界 但是我這樣 我說普遍心 大聖就是普遍心 怎樣 我今天我能集的世界 也是為了 盧母的友情 我能集的世界 對不對 我們要了解到 我今天是 盧生極的世界中 善品聯望父母 花開見火 悟身 回路說佛度有情 回路說佛就是 本身有大悲心 大慈悲心 我今天盧生極的世界 是不是為了自己 還是這樣 為了孺母的友情 是這樣 因為他聖文的行者 他說我先洩脫生死 最重要 他就沒有考慮到他 不是佛的知見 他是一種 他這種知見是 惡聖聖人的知見 不是佛的知見 你今天 我們今天通曉大禮 從紀念行者的角度 我今天不是 不但自己 晚生極而希望 我的友人的眾生 就同大家一起 晚生極的知見 同聖菩提的意識 是這樣 所以 因為你今天遇到這個惡聖的 聖人的那個 善之士的開導 他只要 讓你有 對我們這個 這個無語言大使 同理他的普遞心 有所障礙是這樣 這個是第四個意思 那第五個呢 唯有自立 無他利職 就是這樣 因為在這裡面講到 這個 這個難道說 因為一般其他法門的修使 都是這樣 以自立為主 很多以上 都單憑自立修行 以戒定會的功德 就是這樣 自立以戒定會的功德 斷負正正的 一靠來這個戒定會 戒什麼 什麼戒定會 空官斷劍負 不是 空官斷劍士負 假官斷誠師負 誠殺負 中官斷誠負 斷威運負 是這樣 所以無他利 他利是佛菩薩的 佛利的加持之故 無他利就是這樣 最後一個 譬如說 譬如 佛倫 不良一行 佛倫就是 腳不良 就是可能在 那個腳有所缺陷 不良一行 所以 雖然 步行 一日 不過四千里 所以 因為腳不良一行 這個腳 就有點殘疾 所以 走路 走一天 不過幾 幾公里而已 幾公里而已 幾公里 非常非常辛苦 就叫自立也 是這樣 就是一直在這裡 是這樣 自立也 那我們再看一下一行道 你看從那個 第 就是十二頁到第二行一起念 念到 十三頁第一行一起念 一行道 則 為信佛以教 念佛上面 驗身淨土 成彌陀佛 驗力 色慈 竭力 往生不一也 如人水入行 借傳利故 蓄其至千里 為他利也 必如 列夫 從爪龍王 一日夜周行 是天下 非自立 爪龍王 立也 這一行道就是指 他利法門來講 一行道就是容易 這羞恥的法門 因為他是以信心 他這裡面是以信心為主 何種信心 我們知道 就算 往生以佛 其留信念之有無 就是任意事 就是信心 以信心作為為主的法門 信佛 所謂信傳佛與 信佛與相信佛 因為我們知道佛與人 佛陀 在這個金甘金合宗 佛是真理者 實意者 如意者 不公開者 不愈意者 佛羅斯講的是真實語言 他相信佛所說的法是這樣 我相信佛羅斯的法是這樣 我相信佛羅斯的法是這樣 所以相信佛的願力對不對 這信佛也就是上次我們講過 就是善達德斯所說 身心之心 自成心 身心 肥相歡心 三心 這個身心就是身心 決定生性 比阿彌陀佛 四八焰 射熟能 無語無力 趁別念 定得往生 就是那個意思 那時候你才在信佛語 然後教 你那個 那個 因為信佛語 教我們如果成就念我三妹的 教導我們如果成就念我三妹的 然後自己也能夠教 然後自己發言驗身禁讀 就是說 這個驗身禁讀也是跟十八焰 就自行教驗身比國 自行教一生我國 那個意思 那 藉由這個 藉由 藉由 歐彌陀佛 焉力的奢侈 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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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對這個西彎 我們覺得是沒有一點疑負的 是這樣 因為假設藉由佛語 焉力加持 那這裡面 就是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就是可能上上次講過了 就是說你每天發言的時候 一心歸面極樂世界 歐彌陀佛 對不對 願以淨光照我 慈色我 就是這個意思 淨光佛陀歐彌陀佛 願以親切的光明 加持我的色身 那我呢 臨終的時候 身無一切 病苦惡難 然後以慈世色我 什麼 願以慈悲的事厭 願以慈悲的事厭 願以色色我的心 對不對 那我內心在臨終的時候 沒有什麼 心不貪戀 意不顛倒 就是臨終的時候 心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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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內彌陀佛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你才進彌陀驗室 在這裡就是你要 這裡面的重點就是 你要常常發言 也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 那你這個要常常發言 他能表示你 切子相信佛語 所以他成功 佛的願意 我們這樣也已經講過 這個 在臨終時代 歸此願完 不相捨離 一切死 引導其賢 什麼一切死 引導其賢 二六十宗 時刻引導你去向吉日時解散這樣 所以你平常要發言 就跟歐彌陀佛 願意相 要常借歐彌陀佛 今天晚上不宜也是這樣 好 這裡面有一個批一說 剛才是法說 我相信佛陀 那叫成就如我成就念 而且自己能夠發言 我們在吉日世界 雖然有這個願 他用批一說怎麼想講 因為你本身具有什麼 有這個生意切施 那時候就如人 如人 水陸行 就出門 就到你 行就如水陸到 因為借了 因為借了佛的大願船 這也有一個故事 因為那先比丘的故事也是這樣 我想以後再說好了 這裡面馬上 就是這個船裡 佛陀大願船 能夠讓馬上到達千里 叫他利也 因為這個船也是靠佛力的加持 馬上到達千里 就到目的地 第二個譬如說 必如列夫 剛才是一些船 佛陀大願的船 大願船 列夫就是 雖然是防腐中 列夫就是由我們 這個業力防腐來講 業力防腐就是業力 雖然有説念佛 是業力防腐嘛 就是因為沒有福報力 就是沒有福報力 就是狗抱我們貝裂的生死防腐 就是生死防腐來講 貝裂的生死防腐 就像那個 善長哥斯講的 決定生命至生 心是罪惡生死防腐一樣 也是列夫就是 因為列夫就是列 這個列就是貝裂 就是果報貝裂的防腐 為什麼 你這個眾生走 對不對 為什麼 你受命 你那個身心不像佛那麼好看 你生命就不像佛三色相 就是貝裂嘛 是這樣 是貝裂的防腐 貝裂的防腐 就是生死的防腐 貝裂的業力 就是 生死業力的防腐 那你如果從什麼 跟隨這個轉聖法的話 如果今天好像你跟隨這個轉聖法的話 他有那個輪寶 這個輪寶 他能夠坐世界 你看 因為尤其世界就是輪寶 因為既有輪寶的公路 如果你跟隨這個轉聖法出行的話 就坐在那個轉聖法 那個輪寶裡面而已 一日夜坐行天下 四大步驟 就是說一日夜能夠坐行天下 因為他轉聖法 他這個輪寶 能夠讓你坐在那個 車子 有那個輪寶 有具有那個 有的時候非常 不可思議的境界 一日夜就能夠 能夠煩惱著整個四大步驟 就一天的時間 能夠煩惱著整個四大步驟 那這裡面呢 然後像看十二月 十三月之後 飛的智力 不是你 悲力防護的智力 做成就出來的 是轉聖聖完 那個輪寶的 是轉聖聖完 轉聖完 他輪寶的加持力 輪寶的加持力 輪寶的加持力 讓你才能夠 既有天下 桌行那個四天下 四大步驟是這樣 這個在這裡 輪寶的一樣 就是意思 這個輪寶就是一種 佛的艷力加持 一直在這裡 好 大概這樣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今天復表第二頁 也是櫻瓜大師的那個開示 我們看 讀一讀就好了 了解一下 這一共有 今天復表第二頁 一共有五 倒數第五行一起念一下 大吉經 大吉經 莫法易易人修行 寒一得到唯一念佛的路生時 是知念佛一法 乃善勝下法 以其專長佛力 顧其利殊勝 超越長途教道 其人為宜門隋道 似以子尚以高山聂佛往生 如風凡揚以順遂 可謂最善行農則以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到時講 用力少而得素酵 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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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念錯 酵素 不是素酵 那這裡面 因為他是要勉勵大家 在末法時代 對不起 對不起 雖然很多人修行 想要修行 出離生死的法門 但是 寒一到很久能夠成就 很久能夠生到了 就是一生很難洩漏生死 很難洩漏生死的 只有一念佛門 才能夠度一 混斷生死這樣 那為什麼 因為他的法門 他是藉由活力法力加此之故 活力法力加此之故 所以知道念佛門是 來善勝下法門 善勝下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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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有法界終生 供修了法門 若與若是 或是已是疑笨的人 或是有智慧的人 是多能夠通行的法門 他講到什麼 下手意成功高 為什麼下手意 任何死 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的 就是下手意很容易 很容易修行的 對不對 何時 哪一個地方都可以 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修行的 對不對 其他你像 像觀想念佛 就很難就要這樣 盡盡盡處 對不對 而且要修行 就要 要種種的盡盡處 就這樣 像下手意 就容易 不論何時何地 都可以修行的 何時何地 而且呢 成功高下 意識中 很容易成舊的意思在這裡 為什麼 所謂的一念香一念佛 就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用力少 用力少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今天啊 用力的 就是你時間花得很少 而且今生就成舊了 就得出來 這個效果 馬上見到這個效果 很快就效果了 為什麼 藉佛力加持之故 佛力我們知道 佛力加持之故 我們在講到 這段話記得三段話 第一個 無量受信怎麼講 無量受佛 無量光佛 就不要講了 齊有眾生 意識光者 聖過消滅 對不對 聖靈樓滿 煩喜永豔 聖靈神 若在山土 幾乎之 見此光明 藉著學無無苦勞 受光之助盡門卸通 對不對 你要了解一下 確實 鑽長活力會怎樣 第二段話是 關鍵的話 依觀明 騙照十萬世界 烈佛眾生 順體不捨 佛力官明的加持 第三大 這為什麼 什麼色獸呢 因為他的 以智慧觀 普照一切 立立山土得無上力 就是殊聖不可思義功德 確實 那這裡面 我們就要了解到 佛力的加持 佛力的加持 不可思義功德 確實這樣 就是超越什麼 長途 通途法門 通途的這個 這叫做自立法門 就是藍行道 超越這個 通途法門 通途的這些通途法門 這些藍行道 確實是這樣 所以古人說 其餵 宜門學 其他法門 除了淨土法門以外 就宜門 學學這個 種種處理三界的法門 就像椅子 就螞蟻一樣 爬上高山一樣 爬多久 很遠 就是很久 但是念佛往生 就風環 要順水 就像風 你像一個 風環 就是那個風環 就是小船 這個船 就順風 風吹下 讓你這個 就容易 很快的 達到目的地一樣 這個水 這個水 是順的 風環 凡是船來講 像順風 風能夠吹下 讓這個船 很順利的 就順風 就順風 讓這個小船 能夠在水中 能夠達到目的地 可謂 最善形容則已 最善 就是很容易形容這種 這個淨土法門很殊勝 是這樣 就像風環洋映順水一樣 其他的那個 自體法門 就像 螞蟻 爬上高山 就是很吃力 就是非常辛苦 而且不容易成就 是這樣 這裡面我們講個故事 大家更了解 這位就是一位法師的故事 三四年就成就 三四年就成就 成就 成就那個 布格斯的功德 這以前也講過 鍋肉醬的故事 是根據什麼 這個 譚希大師 他以前 尹承輝瑞講到這個故事 尹承輝瑞 大概看一看就知道了 尹承輝瑞他也講到 鍋肉醬的故事 這個是 譚希大師 他是聽到 那個 地形大師 因為他一直地形大師 跟他講的 地形大師 跟他講說 他有一個徒弟 就是 索義人 就是 俗話叫做 鍋肉醬 什麼鍋肉醬 就是 盤子啦 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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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啦 摔掉 他可以補起來 這很利益 這個人 就是他在 他金山寺 那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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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形大師 當在某個試驗的時候 剛好他家鄉有一位老鄉 就是小時候他的玩伴 因為地形大師 那時候在某個試驗裡面 這個玩伴 他的老鄉找他的時候 因為他在做鍋肉醬的 就是那個 補補那個破的那個碗碟 他可以補起來那個 對不對 因為他這裡 說要出家了 想要找他 認他為座師傅 這地形大師 你不行啦 你不要出家好了 時事那麼大了 他四十幾歲還什麼 四十幾歲 叫他不要出家 因為什麼 沒有練過書 他說你 誰經教 誰不來的 因為你不認識字 不認識字 叫你修苦行 又修不了 出家不是找麻煩 這個 就是說 這個地形大師 但是這位他的同鄉老鄉 非出家不可 因為從小就認識 又是老鄉 這個地形大師 好 你如果要出家的話 一定要聽我的話 我才讓你出家 好吧 那個這個他的同鄉 就說好 我認你做師傅 你說什麼 我就說做什麼 就這樣 好 那這個地形大師傅 你這麼大歲數人 學教你 你學不來了 你就直接修行好了 那這個 這個老鄉就好 他說 你說什麼都聽 就要讓我出家 就這樣 那你這樣 好 這地形大師說 你出家後 你也要收沙咪借就好了 受沙咪借 不要受比舊借 就這樣 不要這樣 要受沙咪借就好了 沙咪借就好了 他說我替 我給你找一個小廟 就在林坡附近 就浙江省啦 林坡那邊 因為他 找個幾個居室來護吃你就好了 攻擊一天兩餐 早餐午餐就是了 沙咪借就好了 那林坡那個 因為他那時候 地形大師那邊 很有名氣 所以就找到 就找到一個小小的試驗 就在裡面 他就在 他跟他這個徒弟 新的剃度徒弟就在講 老鄉 通鄉 他說你只要練一句 歐彌陀佛就好了 什麼都不要管 只要念這句歐彌陀佛就好了 如果你念的話 就休息一下 休息好 再繼續念佛 是這樣 白天晚上都念 是這樣 什麼都不要管 你只要一天 吃早餐午餐就好了 是這樣 那時候 那時候呢 因為地形大師很有名 所以他信很多信徒 所以就委託人家 找到一個試驗 然後讓他小試驗 就讓他住在這個試驗裡面 就是 在那邊 閉關修行 就是在裡面試驗的修行 這樣 就方便觀 可能這樣 因為只有一個人住 他這個試驗只有他一個人住而已 所以每天都有一個 他這個患 這個早餐午餐誰做的 都因為老太婆 都到那個試驗裡面 為他煮了兩頓患 早餐午餐 所以他也就是很安穩的 住在這個試驗裡面 就這樣 就這樣 天天這樣 結果他經過來 那時候就在那邊 住了三四年的公屋 那時候人家講 就這樣 結果他這個 因為他這位 這位同鄉 這位法師 他聽了 他的地勤大師的話 就這樣 反正就順行就念佛 反正就念佛 有時候老老婆也好 有時候老婆 因為他有時候 腳還有力量 然後累了 就坐著休息 坐著就念 就這樣練 就練了三四年了 練了三四年後 有一天 告訴那主犯的太太說 老太太 主犯的老太太說 明天喔 你不用給我煮飯了 我不吃午飯了 明天不要煮了 這時候呢 這個老太太說 以為是明天可能有人要請他 因為他三四年 正在這邊三四年 都沒有看到他去哪裡 因為他說修的閉關 方便關 就是還在試驗裡面而已 可能是他在想說 可能那裡 就是說 他就說 順便講說 你明天早上也不用來煮飯了 就是早上不用來煮飯了 早在午在都不用煮了 這個午太太太就以為他 可能是他可能是他 可能是他出去一下 明天可能是有人要請他吃飯 這第二天呢 就是第二天 那個老太太 這個 電著那個 還紀念這個電著 因為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嘛 所以想電著這個師父 看看他有沒有 他吃飯的時候 五災的時候 看他沒有回來 因為在四月年 門都沒有關 因為沒有什麼東西 雖然這個門沒有關 這個師父就 這個老太太就想說 師父吃飯回來沒有 吃飯回來沒有 吃飯了嗎 沒有答應 就走進到屋裡面 看見他 站在床部上 旁邊 床部就站在旁邊 而且 是站在那個床部旁邊 而是站著 站著 這個老太太想 哇 他想 站著死了 就叫了很多人來看 說這位法師 一手拿著煉珠 一手拿著那個手裡棒 好像有八九塊的那個大洋 這樣 就是拿著那個煉珠這樣 那這裡面 最後大家要聊 為什麼 有一支手拿著八九塊的營養大洋 為什麼 可能是這樣 就是大家這個 就說這個地理大師 還是彈性的他們 可能是說拿著這支血 讓人家看到 好 伴你後世的 是這樣 這是地理大師講的話 可能是伴你後世 八九塊跟伴你後世 上世 那後來這個 他這位就是很多御師 跟那個帝賢大師說 你的徒弟站著往生了 站著往生了 不簡單 結果帝賢大第二天就來了 你看他 確實站了兩三天了 都這樣站著 站在那個床部的旁邊 站著兩三天 只是站著 這時候帝賢大師為他辦後世了 帝賢大師就講了說 你這樣出家是沒有白出家的 比那些當大法師的 當方丈和尚的 還高明 就這樣 像你這樣成就 像你這樣成就不少人 站著往生不簡單 你知道嗎 站著一般來就躺著船上 對不對 站著往生了 你看不簡單 這是過去生有修來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這裡面 這個彈虛大師講說 他念了什麼 三四年的佛號而已 就這樣 馬上就走了 就這樣 我們剛才想說 剛才英光大師說 陳述孝 就是得孝 用你少 而得孝述 就這樣 所以你用了三四年的功 陳果就罵不可思議 陳果就在現前 你看就成就了 只用三四年的功 站著就往生其樂世界了 就不可思議 就這樣 所以英光大師說 這個念佛號 比這個 所以這個彈虛大師講 這個念佛 這個佛門 比這個參禪 還有修止觀 還更有 更超越太多了 是這樣 比那個修禪 修密 修止觀 還更 更那個 更殊勝是這樣 這是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 這個念佛門不可思議的功德 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回到講表 看一下 最終 看一下 最後 我們看一下最後 最後 十三念 的第二行 一起唸 一起唸到最後一行 若言有肉防護 不得身淨土者 亦可有肉防護 因不得見佛身 難念佛三昧 並無肉善根手起 有肉防護隨份 得見佛身出向也 菩薩見為其向 淨土一合 所以是無肉善根手起 有肉防護 發無上菩提心 求生淨土 常念佛 故 忽昧煩惱 得身淨土 誰分得見出向 菩薩 卻為妙相 此而所疑 故 佛眼君說 一切諸我差 平等 普言盡 眾生 也行益 所見各不同 其其一 這裡面講到 有這個朋友 怎麼講 講到這一段 就是用節語 就說 你講到 心做心事的境界 世行作佛 世行恕佛 怎麼是世行作佛 我第六四 我今天第六四拜佛念佛 就世行作佛 我是怎麼樣 世行作佛的時候 我依體其用,我依什麼? 本來無益的心去拜佛念佛 依體其用就是這樣,依這個體來修學總統上法 今天拜佛念佛就用 同時你要解到我第六四,就在拜佛念佛 不斷地訓取第八四 世心是我的那一四,世心就是我 世心第八四馬上變現了佛的境界出來 變現了我的境界出來,就是第八四 因為你不斷拜佛念佛就不斷地訓取第八四 第八四歷念佛成就有什麼?佛的境界出來的 所以你在觀跡裡面有說 諸我來自法皆生,入一切眾心心想中 世心中等,心想佛時,世心疾世,三十二相,八子隨心好 世心救佛,世心佛,諸我正平時來,從心想生 就是那個意思 今天我們講到這邊,這段就是講那個意思 所謂意思是公布堂堅的意思,公布堂堅是這樣 那這裡面講到就是心作心事的意思 言有肉煌乎不得 一個有肉煌乎 雖然我們知道你今天一個 每個人,你今天都是有肉煌乎 誰不如我的煌乎 因為他要見師佛,對有的 你如果說,言有肉煌不得生進入 亦可有肉煌亦不能見佛生人 這是推論,可以說 既然如果說有肉煌沒辦法 我生極樂就是見 那也可以說有肉煌也是沒辦法見到佛的色身 是這樣,可以這麼講 對不對 也是這樣也是,因為我們知道 要問到淨土,一切都是新的境界 一切都是新的境界,都是第八子所變成境界 是這樣 所以這裡面說有肉煌也應不見佛 那這裡面,但是怎樣呢? 但是不是這位是怎麼講呢? 其實有 念佛煌滅,乃是呢 念佛煌滅,我們這個是 我們要以禪靈香味的波羅智慧 它是以念佛,佛號為首元氣 叫念佛煌滅 如果我們說法煌滅,它是法經為什麼 它的首元氣叫法煌滅 一的首元氣,上面是因為一 所元氣的不同,顯現的不同的煌滅是這樣 是要念佛,以佛號為首元氣 要念佛煌滅 那並無露善根就並什麼意思呢? 實在的 完全的 完全的是 無露善根所生起來的 這個念佛上面是無露善根,就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講過,你今天拜佛念佛是嗎? 我是依什麼? 依指這個 自心妙體 來拜佛念佛,就是什麼自心妙體 本來無欲的心為體 來拜佛就是 無露善根就是修德意識 修德啦 就是一體其用 用就是修德意識 趁近其用就是修德 一體用用就是修德意識 所生起來 念佛煌滅就是我記得 就是這樣 所以念佛煌滅是成就 完全是無露善根所生起來的 念佛煌滅是因為藉由修德慢慢成就 其中的定慰的功德是這樣 所以有露善根雖然是有露善根 雖然是有露善根 雖然是有露善根 但是隨身得見 隨身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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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生出向也 見佛生出向也 什麼講呢? 你念佛好了 對不對? 比如說念佛 什麼意思?佛生出向應身佛 可能就是類似藏六的佛身或是八尺的佛身 你看怎麼可能見到佛身不簡單 因為你念佛 比如說我們 佛一道士來講到時候你念佛練到十一星佛道的時候 能夠什麼 佛住什麼 見識佛 而見到什麼 能夠見到什麼 佛的硬化身 那菩薩見為生是一說你 這時候你如果說菩薩見為生 一說這位菩薩他能夠斷 菩薩見為生的話就能夠見到暴身佛的意義 暴身佛 那是什麼 他已經成就成離心佛的意思 為西鄉是什麼意思 暴身佛 為西鄉是暴身佛的意思 他不然斷了成熟佛 還斷了菩薩見為生的意思 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看到金的戶表 金戶表第三頁 第三頁看一下 這個唸我三面這邊 這個唸我三面其實也是 唸我三面看一下 這裡面有 我們先一起唸一下 這裡面分成四一星和禮一星差別 讓我們看 一星有二種一起唸一下 從一星二種一起唸 唸到最後一行一起唸 一星一二種 不論適時禮遲 持至佛處環繞 來自見師仙境 皆四一星 不論適時禮遲 之至心開見本性佛 皆禮一星 四一星不為見師所亂 禮一星不為二邊所亂 即修慧也 不為見師亂 故感變化身佛 極諸慎重現前 心不互起 受佛戒忠三有顛倒 晚生同居 方便二種極樂四戒 不為二邊亂 故感受用身佛 極諸慎重現前 心不互起 生死涅盤 二見顛倒 晚生時暴 極觀 二種極樂四戒 這段話就像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說 這樣看他 這個講表十三項 誰能得見 佛身出向 這算佛的硬化身 就是感變化身佛 就像不為見師亂 就是感變化身佛 就是硬化身佛 硬化身佛 那這個 菩薩見為七象是 他是 不為二邊亂 感受用什麼 他受用報身佛 這感受用報身 你看到他受用報身佛 是這樣 那極諸慎重現是 希望聖盛 就希望聖盛 還是親愛 親近大乃中 菩薩現前 意思在這裡 他受用報身佛 因爲什麽 因爲你 離心不然是 分破和明 分成佛身 就是 能夠見到這個報身佛的意思 就是在這裡 那這裡面 我是怎麽講 就簡單講一下 講到這邊就 稍微了解一下 就 不論是一心 離心 是一心不然就見到什麼 硬化身佛 就佛身出向也硬化身 那你離心不然就見到什麼 佛的報身佛 他受用報身佛 是維系像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面就是大概那個意思 就我們現在一個概念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看一下 請大家看第四頁 第四頁一下 這第四頁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意思 這個 第四頁 頭兩行一起練一下好了 是當想佛 所以則何 諸佛如來 誓法戒身 錄一切眾生心長中 誓過如等心想佛時 誓心即是三則相 八十歲心好 誓心做佛 誓心是佛 諸佛正便自來 從心想身 那這以前有講過 但是我們了解一下 今天我們講到這個 今天你隨憤得見 隨你的念佛的公務的生情 這憤就是公務的生情 隨憤得見 你今天能夠完全 你共務的生情 就是你今天要了解到 你今天 那佛身實際上是從你呢 第八事 你要了解到 我今天見到佛是從 我從第八事所變現出來的 要了解到 這件很重要 就是心的境界 要了解到 我今天會才能用這些話 就是大家要了解到 從心的 我們內心 第八事 所變現出來的境界 因為第六事 不要拜佛念佛 就訊起第八事 第八事把它變現果報出來 是這樣 從心 諸 思心 思心即是三則相 因為 時間關係 我想這段話 我們下次再 繼續研討 但是原則上要了解到 一切都是新的境界 都是從第八事變現出來的果報 是這樣 變現那個佛像的 是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學到這邊 我們就一起揮像 一起唸 願以此功德 專嚴佛淨徒 上報是中恩 下記生徒苦 若有見聞者 西花薄離心 敬此一報生 同生即樂果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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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你 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